減舒培議員 我想我就要請你吃飯吃東西 謝謝 減舒培議員 共五位 時間兩百分鐘 市長請 這個主席 我前你問題一下 我們現在議員執行要 現在要戴口罩嗎 市長要戴口罩嗎 應該不需要吧 因為我跟他距離好像差20公尺有吧 我不會噴 他左右 本身不太健康但是他 他精神很健康 我不會噴到他的頭髮會感染病毒 好不好 因為我認為這樣執行會比較流量 不然每次執行的時候時間一長 那個口罩一直脫下來 那個節奏感都會 都會改變 市長 這個禮拜六 是6月6號 6月6號星期六 所以那個昨天 在高雄的衛武營 聽說有將近一兩萬的 這個群眾發動這個霸 很來遊行 那個666 這個666在台灣的地方 民主政治史上 應該是值得大家關注的一個日期 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柯文哲跟韓國瑜市長 這是那時候 他做北龍總經理的時候 來議會背行 一個很珍貴的歷史畫面 然後兩個人 現在分別當 台北市長跟高雄市長 那個市長 我請問你第一問題 從這個霸函開始 從這個總統選後開始 1月11 11號 那個韓國瑜落選這個總統之後 拜選之後 這段期間將近幾個月 不管是針對 共同防護這個 武漢肺炎的疫情也好 或是針對這個政治形勢的 研判也好 你曾經私底下跟他見過面 或有什麼電話的交接溝通嗎 沒有 這幾個完全沒有 你私底下沒有跟他見過面 沒有 也沒有打過任何一次電話 沒有 好 市長 你針對 6月6號這個星期六 差不多晚上 差不多七點多的時候 就知道 這個投票出來的這個結果 你個人的 以你從事政治這幾年 以你這兩年的 感覺到韓國瑜的言行 你對6月6號這個霸函的行動 結果預測如何 這個在媒體上已經被問過很多遍 都已經事情找到這個地步 就交給高雄市民去決定 其實我也不會再多講什麼 你個人的判斷 這跟台北市的施政無關 不需要回答 但是你民眾黨好像積極在高雄市在部署嗎 對不對 沒有 那不是那個 我接著問 蔡壁如有沒有把戶籍刷在高雄市裡面 他是選完就去的 跟這件事情完全沒有 選完就去了 跟這件事情完全沒有 選完就去 就部署在高雄就對了 沒有 是這樣的關係嗎 沒有 那個市長 我說臺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全國 我相信在關心政治人 都關心 6月6號這種霸函的 整個一個結果跟行動 你知不知道 韓國瑜為什麼會引起高雄市民 這麼大的憤怒 會發起 要非常艱困 老實說這種罷免的這個投票行動 是非常非常高門檻 非常艱困 非常艱困 必須要有五十七萬票以上 才有辦法通過這個罷免的行動 你知道 你能不能給我講幾個例子 為什麼高雄市民對韓國瑜會這麼樣的 情緒這麼高張 會反他 我跟你講 其實這件事情 我已經 一再聲明 就交給高雄市民去決定 我也不會再 多講什麼 我覺得這個 都已經事情到這個程度 就 就給高雄市民自己去決定 所以你看 我從頭到尾都沒有表態 也沒有講什麼 我跟市長 你規劃 第一果菜市場 環南市場 這些改建 你從第一任到現在 歷經了多少波折 跟預算 你知道嗎 我舉一個 我的選區兩個例子 我們選區有兩個 最著名的調某陳沙子 就在我們大溝西那裡 我不知道市長你去看過嗎 你說那個鄭成功廟下面哪一個 不是啊 哪一個 鄭成功廟下面怎麼有 有一個自容詞 那是延平靜王廟 延平靜王廟 延平靜王廟在 從金融陸底 金瑞裡那個調某陳沙子 就是你說的 顏平靜王廟這兩個調某陳沙子 你知道嗎 從溫泥颱風 巷神颱風 到納粒風災大的水患 我們地方上 不管是里長的陳情的話 民眾的陳情也好 就那兩個區塊要做這個調某陳沙子 我最後一個地方的議員來講 我從頭參理到最後 總共兩年的時間 就是從土地的編定 由土地的編定 開始 然後從做概算 預算 通過結算 然後施工動工再開幕 總共兩年的時間 兩個陳沙子 從不同的時間點 不同的時間點 總共六年的時間 我想 你本來第一任的時候 你說 你要去社會公債 要去五萬元 什麼目標 目標應該是兩萬元 兩萬可以開工完畢 都可以開工完畢 這是最次保守的 我們五萬的時候 我們當時是要做指定的時候 要做指定的時候 我們開這個指標 因為我們老實說 不知道現實中會碰到哪些困難對不對 對 到外面給我們兩萬元 沒關係這是 扎扎實實的一個目標 我們往這個推進 然後 環藍市長 第一 再去市長這些改建 不管是議會議長的作作也好 追加議長的作作也好 跟水里數的這個合調也好 跟廠商的合調也好 這個大型的建設 剛才 昨天晚上 敦蘭的成品店 習登浩 你知道嗎 敦蘭的成品這個店 在陳水扁時代 本來就要關門了 做市長為什麼要關門了 十六七年前就要關門了 是燈水比城市 叫羅文家人去核調 吳清雄董事長 看這個七塊可以保留下來嗎 跟新光集團參加這個地方 所以敦蘭成品店 又延宿在那個地方 有十幾年的生命在那裡營運 但是今天 新光他說要出廣 因為力度還好 這個 工廠的就算是關門了 然後101大樓 101這棟大樓 本來要設計在台北 你知道嗎 李祖元建築士要設計在台北 不知道 要設計在我們收購二館那個七塊 就是復興南路跟我們忠孝東路 收購的協對面那個精品店 那個太平洋百貨 太平洋百貨那個精品店那裡 結果那裡不行 現在現在出一個101家 陳水平時代我印象非常深刻 在前財政部門臨前當財政局局長的時候 反而已經台北市政府拿200幾億 這個案子在台北市沒有什麼周折 價位整個都通過 兩三個都通過 馬英九時代 將會它起好 現在101 在那個地方 曾經全世界最高的一棟大廈 也改善我們台北市經過的國際土地 我今天有一個景觀 我想要記這幾個禮 市長 從第一果債市場環南市場 到兩個塵沙子的改變 到社會公仔的一個思作跟規劃 跟他要求完成 總共 就 製造 就要 要五六天以上的時間 一個土地 價位或是一個工地 工地才可以完成 完成 但是 市長 韓國瑜現在幹市長多久 這一任 到現在一年半 一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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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秀一下 立程表一下 我讓你回想一下 為什麼高雄市民的衛生序 為什麼高雄市民會想起 我說市長 我剛才說 剛才這幾天的建設 至今五六天的時間 包括現在在我們 南港做的這個東京門路計畫 南港的東京門路計畫 現在有幾個大的都更案都還沒有完成 捷運站 台鐵 調度 停車場調度站 這些地方現出時都沒有完成 已經搞了七八年以上的時間 七八年一個大都更案 所有的價位都還沒開始進店 現在還在 還在未成熟期 未成熟期 這是東京的門路計畫 我知道 不管是產專區 我們都花集都更處 做了很多 過去三四年 做了很多的工作 但是老實說 現在還看不見 這些東西要刪成一定的 城市風貌的改觀 我想要十年了 要十年了 最少要十年了 最少要十年了 韓國瑜現在幹一年半的市長 我知道我最生氣的一句話就是 他接受那個館長是不是 在2018年 還沒有選上高雄市長的時候 那個館長為什麼後來這麼反韓國瑜 他在當他的面曾經承諾 不當繞跑市長 如果做到一半溜之大吉的話 我怎麼對得起我的賢民 市長 我說特別 這是他沒有當選市長進行 三四五月前接受館長的訪問的時候 我認為這個是最大高雄市人 為什麼會反 要反韓國瑜 要罷免韓國瑜 一個最根本的因素 你知道嗎 我不會選市長調 我如果選市長調的時候 我如果六支大吉的話 我怎麼對得起高雄市民 這個是所有 所有為什麼要發動霸函 最重要的一個因素 高雄市民為什麼會生氣 高雄市民的韓流帶起 在12月25號 前年的12月25號就職 他就職市長 很風光啊 很風光啊 很風光 然而為什麼高雄市民 給他機會 給他機會 那個市長 他最關鍵的日期是出現在 2019年的5月13號 他首度鬆口 有意參選總統 那個市長你看我 考驗這幾個 我要問你的意見 他說我如果我當選總統的話 我真的選上2020的總統的話 會選在高雄上班 總統府在南部有辦公室 完全沒有問題 就在我們高雄鳳山辦公室旁邊 還有一個總統府辦公室 黃市長 黃市長 如果你們是高雄市長的位 你們出來選總統在表達這種位 我為什麼今天 我為什麼今天 COIN這幾個出來 你知道嗎 這完全 完全 沒有什麼政治常識的問題 市長 你現在旁邊出去有幾個請問你知道嗎 不少 對不對 不少嘛 不少 你一次 來我們南港 我們社會公仔 有沒有 在那裡動工的時候 在我們內府社會公仔動工的時候 你知道嗎 我們兩個分局長 南港分局長 你知道嗎 我民意代表會教育嘛 我民意代表會教育嘛 我民意代表教育 我跟我旁邊 順順看一看 隆重 因為你市長要來動工 那天騎多少 警察機了嗎 你知道嗎 省省的15個 內外長15個 只要你一個市長 柯文哲市長 如果我來南港 像一個 拔透 擋工電力 我群務要頂10台外的15個 不管是交通的 還是政察組的 都總是15個以上 你一個市長 來擋工 沒40分鐘 沒8點這個時間 我的群務要頂15個 環境 我今天舉這個例子是說 他如果選到總統的時候 他在南部要辦公 要去高雄市辦公 你知道嗎 我相信你很感到去參加小英的就職典禮你知道嗎 一個總統副總統的勤務特勤人員 包括他交通的指揮 他在安排總統一直要五十人以上 我覺得很保守 內外人的人在那裡交通在那裡佈現 在前置作業超前部署的時候 最少五十個人以上 你知道嗎 還可以講說他如果選上總統的話 他要去高雄辦公 你知道嗎 所謂我們的國安特勤人員 特勤人員他現在一天台北要接外國使節的拜 現在喔 有什麼武衛高雄 有什麼在台北 他那國安人員 不要只跟他國安人員就好 我不要說 他總統負責局的那些行政幕僚啦 秘書啦 跟他坐高梯的 跟他坐那些專車 從台北到高雄 高雄到台北 我剛才每天 一個高鐵列車的專車都當總統 來坐就好了 只是阿達也恐怖力啊 政治常識的判斷問題啊 他要這樣騙 要騙 這是他有意鬆動要參選總統的時候 面對媒體的講話 就是說我如果選到總統的時候 我會來高雄辦公 所以市長 我說你去開工 最少十五個經緣 會來你現場 你不是喔 你十點動工到喔 你九點五十五分到對不對 很抱歉市長 那經緣都差不多百點錢錢 都報得好了 都佈置好了對不對 市長你應該有感覺嗎 知道 這種東西是勞私動眾 浪費工廠的 浪費工廠的一個舉措 這說得上話 市長 你現在他的政治上司 是不是有問題 這個這個 不予置評嘛對不對 不予置評 因為你不敢評論嘛對不對 不是不敢評論啦 不是啦 你是不知道什麼評論嘛 因為這個人 頭已經控制你了 你是把他幹作一個渣人 廢人算了 真的啊 你去問這局處長 我三條總共我在高雄上班 我台北總共一個辦公室 高雄一個辦公室 有這樣子的嗎 特勤的人多少人 一台車 特勤車九個人 最小那四五台車 從台北好好盪盪到高雄 不然就說坐高鐵 要不用錢 出公圍都不用錢 然後特勤人員 到高雄去租房子 有一個宿舍 那都不用錢 第一個生氣原點就是他背棄高雄市民 為什麼高雄市民那麼生氣 我說第三點 市長 20天高雄市 不就喝大水嘛 喝大水嘛 一些高雄館的這個區域三民區 大家都喝大水 前期做市長 在大高雄市 做一二十的陳沙子 做陳沙子這麼簡單 你要情緒土地 你要編頂地木 你要編義生 你要重工 你要四工 你要花木 直哉 水透 補息 什麼東西 都做到的環境 原來要請你 大家來兼載黨工 我在這個地方 大廟鄉 我已經做了一兩個 這個調方塵沙子 就像我們內部南港那兩個調方塵沙子一樣 有那麼簡單喔 有那麼簡單喔 你沒有去做這個社保 什麼基礎的工作 你就要用網 這些水 要怎麼流汁 要怎麼小套 今天喝水 五點鐘六點鐘就好 就已經拿了 有那麼簡單喔 我指定 這個是令人生氣的 生氣的 第一個原因 不扎實地 在市政上面努力做工作 我告訴你 沒有那個 那個 那個 幹部局長 站起來 來 公務省上來 新公處 有沒有 水利處 有沒有 都上來一下 那時間暫停一下 那個動作快一下 好不好 吳哥好 一吳哥好 議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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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 我們說 湖 韓國瑜到現在當一年半的市長 你知道嗎 韓國瑜在2019年7月28號正式被國民黨提名參選2002年的總統之後 他在什麼時候開始請假 他在10月16號開始請假 他10月16號開始請假到 請假到1月13號開始宵宵上班 就拜運嘛 1月16號拜六投票之後 1月13號 差不多將近三個月 你知道嗎 你現在12月25號 你做市長 你現在6月請他 總共差不多一年半的時間 結果他請三個月 請三個月去選總統 好這沒打算 市長 他剛成員的時候市長 第一任齁 第一任齁 你做市長的時候 也許對台北市政有一些生疏嘛 但是你到EQ館啊 你能扎沙司 在國標的局長的問題 你會去了解 會去把你的局長 庫庫庫庫調來問 到底 我來給南港 現在台安是在建設什麼東西 現在市長 有什麼東西要突破 這是市長 市長 市長 基本的動作嘛 你說 第一人 做市長生疏的 我應該的 因為我以前不來 來台北市這裡發貨 你要不作為議員 你也不知道 國府裡面 台北市有的 在關注什麼問題 在探討什麼問題 對不對 這是應該的嘛 他在第一次的會期的執行 接受議員的執行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畫面 那個畫面 市長我給你回想一下 就是有一個時代力量的一個議員 有沒有 他做一個什麼動作 市長你給我講一下 翻白眼 喔 翻白眼 在那個地方 他跟議會 跟公共市民的官吶 就在那個女議員 黃潔女議員 翻白眼的動作 已經是定格鎖住了 為什麼 因為市長一問三不知啊 市長一問三不知 人家議員問,像李建昌史詩華左右,現在總指示給你問 他們現在市長是坐在那裡,不要說是在那裡 他隨時可以坐在那裡,他不是像我們台北自由的設計 你現在不可以回去,你如果沒有我們主席的董事,你怎麼可以回去台北 你要乖乖站在那兩百分鐘,因為我們這組織順了 對不對,因為我們主席算不說,待會補兵就要給他幾十分鐘 不然老實說,你柯文座市長,你怎麼可以回到那裡 但是那個高雄市的設計,市長的麥克風就在座位前面 他就上下,上下,這個問題我請什麼副局長回答 這個問題我請陳局長,這個問題我請林局長回答 市長,總之可以這樣嗎? 你平民看看好不好? 我如果今天我李建昌,今天我鎖定,我李建昌在執勤上面 呼籲我的執權,我們這組五位成員 就兩百分鐘給我們 我準備了四五個題目,要來執勤,執勤柯文哲市長 然而你四個題目,都不給我回答 你說我問到交通局,邪台記長,你來幫我回答 蛤? 我,我可以讓你這樣算回來嗎? 市長,你的感覺呢?這樣對嗎? 現在我就不會了,以前第一個會學會比較有生素 現在不會了 沒有,我是說,殘國瑜那種行為 您認為這樣,我高雄市議員 高雄市議員沒有在那招式抗議就不錯了,我跟你說 怎麼會有這種設計呢? 市長可以站起來接下去,站起來接下去 然後這個空間裡面,他就對著麥克風 這個問題我請,請某某局長回答 某某局長回答不出來,在外面再調科長進來 GO Write Go Four 教長這麼好做喔? 你就是不平是來看賓 我想市長,老實說 我想起了,你就是順守行為的遊戲規則 你知道嗎?今天早上我們10點我們台北市院民政委員會 在審查一百零七年的結算 你看民政部門 民政部門今天有幾個組 走了嗎民政委員來審決算跟動? 我們議員全部報告 前場列時為頭機會 省結算 省結算 我們對你的局處的 107人結算 議員都會提出問題 去考問你們局長 有的就戰歌 市長 局處長就這麼難練 何空說 你這個市長 你市長一家 由今天開始 我們第一組開始 只剩兩禮拜的時間 你要乖乖坐在這個地方 你要站在這個地方 接受議員的接受 對不對 但是韓國瑜 韓國瑜當一年半的市長 請假三個月選總統 上個會舉 第一個會舉 當市長的時候 針對高雄市政 一問三不知 然後又請他的局長回答 請局長回答 好 現在選到總統回來 你知道嗎 這月記你知道嗎 這月記 我們本來 台北市議員 我們本來是四月十五日開會嘛 這個會請我們四月十五日開會 有一些議員聲音說 因為這個武漢會員的疫情 我們是不是台北市議會要延緩開會 而我們議員就有不同的意見表達 但是最後我們議長裁朵 我們就按時間 四月十五號 然後量體溫戴口罩 我們就保持這種距離 我們按部就班的 做這種執行 對不對 我們台北市議會國局出落的部門 不是都這次之後 這會輪到今天第一天 上這個規定裡面市長 你們也來議員做兩次的全案報告 全案報告嘛 三次嘛 還有一個市政報告 對 還有一個市政報告 總共三次嘛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台北市議會 按部就班 按表操課 每個議員的職權 每個議員的角色 局處首長的角色 我們互相在這個民主殿堂上面 做監督的工作 這很不錯耶 但是你知道嗎 這個會齊 這個會齊 高雄 因為國民黨團當議長 國民黨團掌握多數 他們通過決議 去壓縮議員的執行時間 他們很幸福 韓國議有夠幸福 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民進黨團比較少人 我們有19個 一個議員40分鐘 他們把一個黨團的總執行時間 壓成一個黨團的總執行時間 這才幾十分鐘給你 幾十分鐘給你 你看韓國議這樣有幸福嗎 他的幸福 是高雄市民的悲哀 市長 我們議員在這裡 說到大聲小聲 是我們做市場的感動 報問這時候十八分鐘 我們這時候四十分鐘 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 按照超課 大家局處長就要認真準備說過 不然你真的中執行的時候 你會去議員 疑問三不知 但是 這個會期他選總統回來 面對議會 他還拖延了 不開會 你認識 國際沒開會 因為武漢會的疫情 不開會 高雄市議員不開會 高雄市議員不開會 所以高雄市長 每天摔到飽 那一天 有記者問他 他回答什麼話你知道嗎 所以 韓國議說 我今天犧牲假期耶 我犧牲假期來 來行政區 看水災的水飯後的狀況 他犧牲假期耶 市長你敢有這種官僚 八六禮拜 做水災災災的時候 你敢不是由屏東掛起來看我們 臨生北路的 那個 那個錢貴的火災 對不對 你也是 中島時就掛起來 沒有時就掛起來 不是 他說我犧牲假期耶 押縮高雄市議會的監督的時間 拖延高雄市議會監督的時間 方市長 我今天叫他後面這幾個局局長 是怎麼說 他在一年半最自好的一點 他說什麼 路平啦 水災阿通啦 路頂度啦 市長 那敢到你管 那在局長嗎 幹部局長 這敢到你管 我跟你講 你多少會問到 你問到很棘手的案件 才有跟你幹部局長 這裡來對不對 你後面那三個處長 甚至不可以處理 議員找庫頂 你一定找庫頂 水災不通路不平 在我們台北市政委的局長 其實不用到後面的處長處理 你知道嗎 像我 我選區局的工作 老實說 我說台北市的公務應援 為什麼應該是很高頂的公務應援 我找高頂 我找高頂 其實 其實 一禮拜 十天裡面 應該是 都會給一個議員回報 當時是會處理好 我不用直接找到你後面的處長 但是處長 你知道嗎 這個竟然成為高雄市 韓國瑜主政的高雄市政 他引以為好的一個市政成績 要笑死人 笑死人 你後面的局長 都能夠處理的工作 要上揚到市長的施政 一個美麗的成績單嗎 市長 你看看 台北都有制度 這不用 到處長都不用 股長差不多 所以 因為我減太多時間 因為我是來 因為6月6月要投票 我最想要坐桌子 都會投到那裡頭 因為他的 不是部局高雄市民而已 他是部局局 我們有投票款 每一個人 會公民 你知道嗎 我為什麼要相對照 我們台北市議員 四月十五開議 六個部門 暗雄說結束了 你來這裡做施政報告 做預算報告 做兩次的專案報告 對不對 我們都行李如意 在這裡接受議員的感動 現時是今天台北市總結束的第一天 我們也是我們整個在這裡 四月十五到現在 四月才五百個時間 我們台北市議員就是陸天那樣的運作 但是高雄市 高雄市 高雄市的市場 那個高雄市民會不生氣嗎 選議員 押縮議員這順的時間 選議員要開火 透過東京的運作 將會把它刷走 跟延後去 高雄市民 不會生氣嗎 今天如果 柯文哲是韓國瑜的時候 我不認為台北市民不會生氣 一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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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一頂 一頂 我知道 存不幾天 你還不敢整個政治事件做評論 但是 我就跟我們 有自開始說這大的市場就好了 一個重大型建設 如果沒有四五年的時間 這個市長的證績沒有辦法彰顯 你不要給我搞一年半 說高雄市政變多少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市長 替台灣民主 因為你還有發言聲量 替台灣民主做一個好保守 事實上 你如果不方便接受記者好問的時候 五月夢為時 你跟我說做民望 你民望到的發言 把它刷在臉書 你就刷什麼東西 你跟柯文哲 我昨天夢到 6月6號 大家來罷涵吧 為了高雄 好不好 你做民望 你看看 你還有四五天的信仰 你也可以做民望 你要寫臉書 好像那個川普 他每天在Twitter上面發表 他對國政 對世界及時的 柯文哲 我昨天夢 夢到一場夢 不是美夢還是噩夢 不然你說韓國瑜你保重吧 這樣子 我說市長 我不知道我今天這順是給你勉強 還是給你鼓勵 但是我看到 高雄市民的氣氛 憤慨 我真的很希望 6月6號晚上7點的時候 這個市長能夠永遠消失在台灣的政壇 我就不講他選舉期間 說那些五四三的 說那些對女性歧視的威 說那些 罵罵罵的威 我就不說那些了 市長你應該 你應該說 你做一樣的高雄的時候 韓國瑜這個小孩 我看你應該要死檔 看才對對不對 你要死檔對不對 你免得微笑啦對不對 這個齁 連補考的時間都不能給他 你看那天總統辯論 有沒有我不知道你有看嗎 蘋果日報 自由時報跟中國時報跟電視台提問題目 他當面 當面 當面被人總編幹狗 直接罵人家 在公開場的一個總統罵人家 宋楚瑜 在他後面今天說 你這種要做總統 你這種卡線 你要做總統 你這種態度 你這種追準 然後辯論結束 他只有跟中國時報的總編 社長握手 其他三個就不走過去了 欸 市長 他人格品格之卑劣 好過不來台北市 很快 不然真的實在是 我們 不過 真的是高雄市民的悲哀 市長 我希望你回去可以做民望 好嗎 其他局處請回 市長 剛剛李建昌議員一直在 談韓國瑜的事情 我看你好像 都不太敢評判他喔 你好像都不太敢評論他 現在講都沒有用 所以你是覺得 評論也沒有用 這個人已經無藥可救了嗎 對啊 這個 這個還是 我們要遵 只回答台北市政有關的題目 算了 這個也是台北市民 非常關心的事情 那我想 他最近禮拜六要罷喊的事情 我想還是問一下市長 你有沒有去關心過他 沒有 你有沒有寫簡訊給他 沒有 打電話 沒有 都沒有 可是 你之前不是跟他交情蠻好的嗎 其實 他現在面臨這麼大的一個政治危機 那你不用關心一下人家嗎 沒有 其實 2018選後就 沒有接觸過了 來看一下影片吧 我們放一下影片 沒有 我跟韓國瑜其實私交不錯 沒有啦 基本上我跟韓國也還算友善 老實講 這不是這場選舉 我們說 以前要見面很方便 現在人家見面都要好像我 偷偷摸摸幹什麼 實在是很痛苦 我是對他還不錯 而且我對他都會考慮他的 心情 你知道 我還是雲林拜訪他 不用一定要見面才是好朋友 好朋友可以不用見面 大家都知道 你們現在還是好朋友嗎 還好 還不錯 還不錯 他會比你們想像的有料 比我們想像的有料 你們會覺得說 他好像都在搞笑 他還是有獨自 你說 你還是會體諒他的心情 那他現在的心情 你應該是要關心他一下吧 政治 好像不需要這麼現實吧 那我問你齁 那你覺得霸函會不會成功啊 這個 這個都有標準答案 這個就是說 我們交給高雄市民去決定 所以我們就不再發言 好 所以兩個 一定只有一個霸函成功 繼續當 霸函沒有成功 就繼續當市長 那如果霸函成功 他就沒工作了耶 不會啦 怎麼沒有答案 那我問你齁 他在北農當總經理的時候 你覺得他做得好不好 其實這樣啦 他應付那些攤商 是每個都應付得很好 其實也不太會 給我們長官 有什麼麻煩 還好啊 所以你覺得他當總經理的時候 是很稱職 不敢說很稱職 那你給他打幾分 當總經理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 我們根本沒有人會 那是我們 我們的三級單位 誰去注意到北農啊 要不是 我根本我們就不會看到那個地方 那所以你認為他當總經理的時候 應該還可以吧 因為至少沒有幫你惹事情 是這樣嗎 對啦 他那時候誰 其實這樣 我們下面有產業局 在市場處 在北農 這已經三級單位了 而且上面還有董事長 所以去理到三級單位 所以根本看不到韓國瑜 可是你看那時候 他在議場幫你擋了很多子彈耶 你們兩個像哥良好一樣耶 沒有啦 而且他還講說 一個伯樂一個千里馬耶 那好 那你知道北農今年 如果他真的被扮函成功 他就沒工作了 那我問你喔 今年6月22號 就是這個月的22號 北農董監事要改選 你知道嗎 知道 那你有可能 如果他扮函成功 他沒有工作 你會把他延攬回來當北農董事長嗎 不會 為什麼 因為現在黃象群做得好好的 黃象群會繼續做 喔 所以呢 那當時那時候 台北市政府的顧問也做得很好啊 但是你還是把人家顧問換掉 然後換他去當顧問啊 沒有啊 他當了三天顧問啊 蛤 他當了三天的顧問不是嗎 那時候顧問有缺耶 那我覺得真的是很遺憾 因為從你的身上 讓我看到政治的人情人亂 來我們看一下一個影片 好不好 那個 韓國瑜對你的告白 把我當個角色 也只有柯P跟他太太 坐高鐵到雲林來看我 看我的長輩 看我的母親 看我岳父岳母 那時候我媽媽真的也在雲林 就說 能不能請韓國瑜來幫我忙 到台北市政府 講好的聽 講好聽 他叫求財若渴 把我當個角色 對不對 講不好聽 他可能沒有班底 但是不管怎麼樣 他願意正正事事 他認為的人才 可能我自己 或者別人認為我是蠢才 但柯P他認為他找一個人 柯P把我當個角色 所以 他說 或許別人 認為他是蠢才 但是你認為他是人才 所以你三顧茅庐的去拜訪他 然後特別到了雲林去跟他請議 然後你希望他來 嚴覽他來市政府 擔任市政府的要職 對不對 當時是這樣的狀況 可是你現在那麼快 我問你董事長這個位置 已經很快就把他否決掉了 給他一點機會都沒有 沒有啦 現在黃象群在當嗎 那其他的位置呢 那董監事改選呢 有可能幫他找其他位置嗎 董事長跟總經理 董事長跟總經理 我們都已經跟農委會都開過會 商量好了 這人事是確定的 那所以你現在認為 韓國瑜是人才還是蠢才 這個是這樣 但是你要知道 賴清德也說 他是百年一見的 難得一見的政治奇才 我也覺得實在是很厲害 但是 所以你現在還是認為 韓國瑜是奇才 其實我跟賴清德的看法 差不多 是什麼 我跟賴清德的看法 差不多 百年難得一見的政治奇才 所以你還是認為他是奇才 但是就是不願意延攬他 你現在 憲公平都可以 就可以把他延攬到民眾黨來了 對不對 那你現在呢 韓國瑜的部分 你如果人家真的交情很好 我覺得你這樣給我感覺 從剛開始問到現在 我覺得你感覺 其實人情冷暖啦 政治真的蠻現實的啦 民調高的時候大家要捧著他 民調現在這個樣子 又要被罷函 你們現在連他都不想領 也不敢 也不敢評斷 也不敢去延攬他 甚至還要落井下持 沒有啦 我哪有落井下持 我沒有 有啊 我沒有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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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這個北農的人士 已經跟農委會都已經開過 別懶到你的師父呢 團隊呢 反正你現在副發言人那麼多嗎 其實我只是要突顯一個問題啦 有心做跟沒心做啦 那我想其實當時韓國瑜在當北農總經理的時候也幫你背了很多的 扛了很多的一些事情嘛 甚至也讓你在議場上有人在幫你說很多話嘛 那我是覺得這個時候人情人暖啦 多點關心多點 雖然他不見得在外界認同是他啦 但是我覺得站在之前你是他的前長官的地場上 我覺得你的處理態度是給我感覺到有點政治現實啊 來我們現在來看一個遠見2020對你的一個評斷喔 縣市長的施政滿意度調查 我們看一下 21縣市他現在已經把韓國瑜拿掉了啦 所以只21縣市 如果韓國瑜擺著的話 我想他應該是墊底 你就沒有墊底了 但是他離開了以後 你看他一直在幫你擋啊 他擋在那邊他就墊底了啊 他現在沒有幫你擋 他就是你墊底了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市長啊 你真的對韓國瑜齁 要好好的對他稍微 嗯忍實一點 因為他對你真的還蠻好的啦 好來我們看 那你對於這個民調你的看法是什麼 沒有啊其實我們這個 跟去年比還有進步 只是說奇怪 別人有進步這麼多 去年比有進步嗎 有有有 比去年高 你比去年高 對啊 好我們來看一下 一樣是遠見雜誌的滿意度調查 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這幾年 所做的滿意度 你說去年 你也是啊 22縣市 你面臨排行第16耶 去年滿意度才48 今天50還有上升耶 還不錯 哦 你在看這個數字 我們每個人都上升啊 但是你上升的最慢啊 沒有啊這個 你還是算墊底啊 你今年連續四年 最後一名了耶 對啊 這穩扎穩達就好 不要緊 都是遠見雜誌做的 每一年的民調啊 市長 你看106也很低啊 所以 你看的是滿意度的福利 我們看的是六都現場的市長的排名 每個人都有成長 不是只有你有成長 但是你成長的比例 還是比別人少 那你應該是不是要檢討一下 這個 這個這樣啦 我覺得像你看 以前還有42 還要更爛 更爛的42 所以 所以我們會再努力 我們是越來越好 不是一直比爛吧 我一定會上來 不要緊張 那你預計你會上來多少 你的滿意度 其實台北市市民的滿意度 到 可以維持在50幾到 其實optimate是60 那你就跟郝龍斌一樣啊 永遠是五層市長啊 你是五層嗎 其實台北市市民的要求很高 差不多就是那樣而已 台北市民要求很高 他已經選你出來了耶 那你應該要符合他們的 期待吧 所以你預計 你給我一個 因為你接下來任期還有兩年半 兩年多的時間 你覺得你的滿意度在明年 大概在做的時候 你會爬到什麼時候 什麼程度 你看喔 107年 有四大運喔 才55.3 所以大概 台北市市長滿意度 大概55到60就是optimate 大概就是在那個範圍內而已 就在那個範圍內 所以你認為你會到五層 你現在不是說你現在已經五層二啦 所以你現在就已經很滿意了喔 但是你還是六股店 你還是二十二縣市電 二十一縣市電底耶 會啦 這個我們會再進步 我們會再進步 那你能給我一個 你最喜歡講大數據嗎 統計數字嗎 你大概會成長多少 六層嗎 六層要過 一般來講台北市的市長滿意度 要超過六層不容易 大概55到60大概就是一個比較 所以你再成長3% 2%而已 沒有 目標55到60 市長你應該 台北市民水準很高 你應該符合台北市民的期待 而不是你說拿大家來評斷 那你跟郝龍斌市長不是一樣 那你一天到晚罵郝龍斌 沒有我現在很少罵他 對啊我很久沒有罵他 但是你之前很瞧不起人家 這是事實 然後你現在跟他也是一樣 你如何去縮嘴別人 我覺得你要用一個指頭指別人的時候 四個指頭是指的自己 我永遠記住這句話 來我跟妳講 為什麼妳的滿意度會很低 妳要去整體做檢討 等於像郝龍斌也會給妳好好的 整體做檢討 為什麼妳的滿意度 市政滿意度會怎麼差 來我們看一下台北燈節 去年台北燈節在辦的時候 那時候呢大家說 喔妳的滿意度 大家就說 這個辦的不好啊 燈節辦的很爛啊 然後就有議員質詢 然後說妳是史上最爛的燈節 史上最爛的燈節 就後來妳在臉書上反擊 說大家自有公斷對不對 妳臉書上寫的這篇 說大家自有公斷 那這邊市長我要幫妳平反啊 確實妳當時那個時間點 至少我們的燈會 還有四成六的滿意度 所以呢坦白講 那個時候真的不是史上最爛 這我要幫妳平反 妳應該謝謝我吧 妳是在說2015最爛是不是 蛤 什麼時候最爛 2015年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葫蘆佛大概最慘了 2015年最爛 嗯 葫蘆佛事件 OK啊 葫蘆佛事件妳覺得那時候最爛嗎 我那個那次很慘啊 市長 所以為什麼妳滿意度那麼低啊 來妳看 史上最爛是在今年啊 燈節的滿意度只有兩成八啊 花了七千一百萬 只有兩成八的滿意度 妳不用看旁邊的 妳不用看旁邊的局長 妳自己看看 然後妳還在剛剛講說應該是105年 這比105年更低耶 這比105年更低耶 花了七千一百萬 妳的滿意度這樣只有兩成 兩成八還不到三成耶 這麼低的滿意度耶 那妳還在笑別人 那妳還講105年 105年也是在妳任期啊 我們總體來看 我下一張 妳看 確實 105年滿意度至少還有四成啊 妳說那個葫蘆侯那個 人家還有四成耶 當時也才花了五千 五千六百多萬 在執行這個計劃 現在我花了七千一百萬耶 就我的滿意度只有兩成八耶 市長 市長 今年的台北冷節 我覺得 我覺得是戰略上有錯誤 因為擺兩個地方 我七千一百萬就這樣花掉了耶 你現在跟我講戰略上有錯誤 那請問一下 這個要怪誰 這個是這樣啦 我們還是勇於創新啦 但是有時候創新的時候 不一定會 每一次都成功 然後呢 請問一下你的市政滿意度會高嗎 你有沒有知道你自己有問題出在哪裡 不要再縮嘴 好 什麼好 我沒有說什麼 那你要講出問題啊 那今年燈節齁 分兩個地方 又下雨 又疫情 這運氣真大 好幾年前也有下雨啊 但是沒有這麼多因素加起來 不要再把責任推給任何的狀況 天然災害 推給現在目前的 應該要處理的是你的策略 你有沒有好好的有心辦這個燈節 是問題出在哪裡 錢花的也沒比別人少 我七千一百萬就這樣燒掉了 我們今年有寫檢討報告啦 所以那個 會針對今年的缺點再修正 因為你那個時候其實在忙選舉 你當民眾黨的黨主席 那時候 那不用民調為什麼那麼低 為什麼滿意度那麼低 都已經是二月的事情了 二月的事情是 那時候一月的時候就在選啊 大家累積的那個社會觀感 我在這邊還是要強調 大家現在看到的是柯主席 而不是看到柯市長 那累積的社會觀感是非常重要 難道真的是劉怡婷做不好嗎 那這樣你是不是要他下台呢 我問你啊 是這樣嗎 我想應該不是吧 不要把所有的責任歸咎在其他人身上 你自己要好好去督導 為何我的這個滿意度會變這麼低 而且低到已經史上最低了 到目前為止 這次台北燈節 我們的確有檢討過 所以明年還是 所以宣告失敗嗎 明年要怎麼辦 明年還是用一個地方辦就好 那我希望劉怡婷明年 不要給我編那麼多預算 既然是這樣子 為什麼可以用那麼多錢 來花 然後呢滿意度這麼低 知曉度這麼低 沒有 沒有 我覺得是明年我們應該早一點準備 然後 如果該用企業募款還是募款 我也不太贊成公務預算再增加 大概維持這樣就好 剩下我們就自己去想辦法去企業募款 我們的公務預算維持都是一樣的 從106年度開始的6千萬到現在 其實都沒有改變 人家5千多萬的滿意度是最高的 所以你就回來5千多萬滿意度吧 的預算 其他你就是去募款 不能花我覺得台北市民納稅的錢 不應該這樣花 然後只是一句說 好我們再檢討 我覺得不應該是這樣 可以嗎 預算的部分應該還是維持一樣的部分 這個還是要跟明年做有說明 如果你要送金來 就不要說我們台北市議會不客氣 用成績來證明你的預算 預算執行是有效的 市長 我希望你回答 公務預算我們不會增加 但是我們會想辦法去做企業募款 就是給公司協力來做 那你應該好好對台北市民道歉吧 台北市花那麼多錢 就只是辦一個這麼差的 完全只有兩成八的滿意度 這個事情你應該覺得很愧疚吧 不過是這樣 我當時要用設兩個地方是有決定的 但是我覺得好像能量不夠 沒辦法 所以還是回到一個地方 這個我們有寫檢討報告 內部都討論過了 不要永遠是檢討報告 好不好 該負的責任要負 好 那個客市長 局長請回 這個理次的遠見的調查 很多成績很不好 那我相信 你可能心裡面很不服氣 覺得那些調查有太多主觀印象在裡面 包括你 包括之前的好市長 都常常那一句話說 就是因為台北市民的要求太高了 用這樣子來說 好吧 既然你認為這樣子的民意調查 太多主觀印象 不夠準 我們來看一下 比較客觀的東西 來我們第一張圖片 這個圖片是一個日本的一個 深紀念基金會 他從2008年開始做的 全球的城市的實力指數排行 他是有一個叫做 有一位慶應藝術大學的名譽教授 當計畫主持人 這個計畫裡面的參與者 有倫敦大學學院的教授 有UCLA的教授 有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 都是世界頂尖的大學教授 參與這個計畫 好 下一頁 他們做的這個計畫 台北市 有列在裡面 是他們的評比的城市一個 看一下台北市的歷年的成績 你是2014 2014年的年底 12月25號 就任台北市長的 我們從2015年開始看起 2015年排名32 然後33 然後到2017年36 2018年稍微好一點 回到35 2019年去年 又掉到 39 總共48個城市裡面 是排名第39 而且是從32 一路往下掉 掉到39 看下一張 48個城市裡面 我們挑了一些 亞洲的 比較重要的城市 包括四小龍 這個 韓國的首爾 香港 還有這個新加坡 都比我們好很多 我們大概只比 曼谷啊 好一點點而已 好 再下來 這個評比是怎麼做的呢 他這個評比啊 分了四大面向 包括這個 經濟 研究開發 文化交流 移居 自然環境 還有交通 這六大面向 來做評比 好 我們的總成績 從32變39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 各個項目的 評比成績 經濟 從22變30 經濟的部分啊 有一些可能跟你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看一下商業環境 薪資水平 從28 掉到32 熟練的人力資源 可用性 從32 從32掉到39 另外有一些什麼公司稅利啊那些的 大概跟你台北市場沒關係啦 但是我剛剛講的薪資水平啊 人力資源的可用性啊 這些大概跟市場是有一些關係的 這些都在往後退 台銘一直在往後掉 再看下一個研究開發 再下一頁 研究開發 它有很多評比的項目 學術資源研究環境 創新等等 其中很多 算是跟你沒有關係啦 像 世界這個頂尖大學的速度量啊那些 可能也跟市政 沒什麼關係啦 我們開始對下面那一個 新創環境 來下一頁 新創環境 這個大概跟市政跑不掉 跑不了 跑不了關係了吧 從31 調到三十七 國際會議數量 二十九 調到三十三 文化活動數量 四十 調到四十四 文化內容出口值 從四十 調到四十三 藝術市場環境 四十四 這個稍微有進步 從四十四 進步到三十八 就這個有進步 其他都是往下掉 好 接下來一些怎麼 有有多少飯店啊那些的 那些我都不算你的牢 我們看一下外國旅客數 從四十四 從四十 外國居民數 從三十八 調到四十 這代表台北市的 國際旅遊的 競爭力 是在往下掉哦 我們的國際會議 五號活動 也都在往下掉哦 这个都是柯市长 你是政府有关系的 好 再下一页 移居性 移居性从17名排名第17 掉到排名第44 掉得非常大 掉得非常大 我们看一下 工作环境里面 失业率这一项还好 失业率我们为生 从15名掉到 升到14名这个还好 可是我们的工时 从34名掉到38名 我们的工作弹性 从30名掉到48名 我们的房租水平 从27名掉到29名 台北市的房子 比较起来 是越来越租不起 房租水平从27名掉到29名 移居性越来越差 这都是和 极建户有关系的 那极建户会居住争议 显然并没有让我们的房租 能够降下来 那其他的一些 预期寿命啊 社会自由平等度那些 我觉得算 可能跟我们市府 没有直接关系 我就不谈了 跟我们市府有关系的 除了失业率之外 其他的排名都往下掉 都往下掉 来 再看下一个 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 2015年 26 到现在25 好像进步一些 可是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 是14名 到了2019年 大幅掉到25名 掉了11个名次下去 2018到2019 差了那么多 好我们看一下 永续性 我们唯一 稍微有好成绩的是 致力于气候之作为 排名往前升人 其他的再升人员比例 往下掉 我们的资源回收率 这个做得非常棒 第三名 非常非常高 可是2018年的时候 我们是第二名 稍微掉了到第三名 那另外空气品质 什么二氧化碳 BM2.5 二氧化硫 这些全部 排名都往下掉 我们的空气品质 排名在48个城市里面 越来越不好 我们的自然环境 我们的水质 我们的都市立化率 还有一个温度舒适度 我就不算你的了 温度舒适度 大概温度舒适度 大概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 可是我们的水质 跟我们的氯化率 排名通通往下掉 二十八到二十三掉到二十三 二十八 二十六掉到三十四 我们再看最后一个 交通易达性 交通易达性 二零一五十七 到今到二零一九 排名 二十六 那国际交通 空运能力 这都自己没关系 这自己没关系 我们都不谈了 城市交通 城市交通 站点密度 大众运输利用率 全部往下掉 二十四掉到三十一 十一掉到二十三 通勤时间 排名往下掉 唯一有排名往上 排名往上升的是 交通拥挤的程度 我们排名往上升的一些 柯市长 这份主料 我希望你不能再讲说 这个是什么主观印象了吧 这个也不是台北市民的 要求比较柯了吧 这是同一群学者 用同一个标准 对四十八个城市 做的评比 这个成绩 你觉得这样好 这个让来 这个我们 现在突然问我 没办法回答 我们会整那个研考会 把那个数据调出来 我们再看一遍 这个是什么 有什么地方不太对近 我刚刚秀的是一个简单简易本 你要看环境的资料 要花钱买 要花钱买 我觉得 没有多少钱 不妨把它从二零零八年到二零一九年 通通到处来看 因为有很多城市 就从这里面看一些趋势 对于它制定 他们未来的城市治理的方向 这份资料是可以做参考的 纪念 你的成绩不好 从二零一五到二零一九 除了少数几个项目 有稍微上升之外 绝大多数的项目 跟市政府有关的 全部在下降中 就是这样 我想 这个是这样 评分看是哪一个 哪一个center做的 像我们一般的 我们有参加WDG 所以我们 不管是SDG还是WDG 我们有那个数据 我觉得应该可以用一个 比较全世界标准通用的 通用的 通用的评比来测 我想我不晓得这个是哪一家 哪一家公司做的 所以这个是这个纪念基因会 他们做这个东西的目的 是为了他们自己 日本的一些重要的城市 他们未来的方向的参考 他们想要透过这个资料 来知道他们自己的城市 他们的这个实力 在哪些方面 往下掉 哪些方面往上升 他们未来要走哪个方向 去加强 这是他们为了改善 他们自己做这个民调 不是民调 做了一个这个调查 这个排名 排名 所以这肯定有成功的阶段 我们大伙子 在这个里面 其实一样 你说远见那是 自明的主观 不一定准 人家这个都是客观的数字 去判断出来的 请市长 你后面还有两档半 我们不希望这个数字 就继续往下调 可以 好 我们会请研考会把这个资料看一看 不过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用评比还是有standard 这个都有在看 我再回去针对这个问题 客观指数再研究一遍 市长 确实你在这个市政的主持上面 要好好的检讨 因为不管是从远见杂志 或者是从你的研考会 或者是刚刚周佑议员所讲的 这个国际的调查上面 其实你都是每况愈下 那进入我的咨询之前 我要先问一下 就是说刚刚有问到 你跟韩国瑜过去你的发言里面 其实你都说你跟他有特殊的情谊 对不对 你的太太陈佩琪也讲 你们有特殊的情谊 没有错吧 我跟你说 是不是 其实这样 2018的选举之前 其实我跟他是还不错 但是那个选举以后就 就几乎就没有来往了 是没有来往 所以还是好朋友 如果是好朋友 他现在人生面临最大的一个障碍 你连关心都不用关心吗 有这么冷血吗 不然你是希望我去跟他 我不知道 我没有希望你如何 我只是觉得 如果这个人是你的好朋友 他遇到人生这么大的一个障碍 你会这么冷血吗 你都不用关心他一下 这么有特殊情谊的人 唉 我跟你说 这个 还是那一句 这个话都你讲的 不是我讲的 我知道事情都走到这个地步了 就只要给高雄市民去决定了 所以回不去了 对不对 回不去了 好 刚刚许淑华议员我问说 你过去曾经有要邀请他来当市政顾问 甚至一度也传出说 你要邀请他来当副市长 那他如果6月6号真的被罢免之后 你都可以邀请谢力公来当你民众党的秘书长了 你有没有考虑也可以邀请韩国瑜来当你民众党的副主席啊 想太多了吧 他是你的好朋友耶 你曾经也这么的赞许他 对不对 你现在民众党也乱七八糟内斗一堆 对不对 我跟你说 我可以帮他找工作 好不好 而且我告诉你 我相信 如果你可以成功的邀请韩国瑜来你的民众党 你差不多就征服了国民党 好不好 需要征服国民党的是民进党不是民众党 我们已经征服他了 我们已经征服他了 没有吧 这个这句话不要讲 好不好 我们在这一次的选举确实在总统选举上面 其实我们已经成功了用政策跟我们的候选人 我们来讨论市政 好不好 好来下一页 上个礼拜三在追加检预算的时候 柯文哲市长曾经讲说你现在网路声量很低 结果你发现你只要声量低 民调就会上升 你记得你讲过这句话吗 这个好像是这样 好像是这样 你有讲过吗 结果隔一天5月28号 远见民调就打你的脸 你是21个县市 除了韩国瑜之外 你是最后的 所以我不晓得上个礼拜三 你的那一句话是谁告诉你的 谁告诉你 你网路声量低 你的民调就高 这是我自己主观的意见 所以你就自我感觉良好 对不 你就是自我感觉良好 不愿意面对现实 不愿意面对台北市民对你的评价 对不对 然后你刚刚回答许淑华议员的时候还说 我去年考48.3分 我今年考52.3分 所以我有成长 你很开心 不是很好开心 我觉得这样 这个民调还是 老实讲还是怪 还是怪 我觉得这样 谁跟民调不怪 我跟你讲 我们还是一样 因为事实上我知道台北市市场满意度 大概55到60就是 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数字 但你没有打到啊 来下一页 我会努力 下一页 你说远见民调怪 你说日本学者做的全球城市竞争力的民调怪 我们来看看你的研考会 你2019年总共做了三次 你的成绩也是52.4啊 哪有怪 很精准 差不多 对啊 那你就是不好啊 曾经你在2015年的时候 台北市民对你的期待非常非常高 也对你那时候的大破大力 给了非常高的支持 77分 74 你自己研考会做了74.7 但你自己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这几年来 不管眼界 不管研考会 或者是日本学者做的全球竞争力 台北市的调查 全部都往下 2019是比较低 这个会差不多啦 我觉得这数字都对了 什么叫做差不多 什么叫做差不多 台北市民对你的期待 本来应该是77分 你现在变成52分 叫做差不多 有没有一点羞耻心啊 差不多 差不多 不我们还会努力 但是我觉得差不多 这个数字也没有什么不对 差不多 数字没有不对 但人都是同一个人 为什么下降这么多啊 那这样子的市政满意度 你满意吗 你觉得你这样及格吗 我们会努力 你看2017 这个世大运那时候 声望这么高42 所以 所以我觉得这样 我们还是会看一看 澳美会很认真做事 该改的也会改 来 你是真的有认真吗 来下一页 有认真 再下一页 你看 你的团队的分数 也全部都往下降 2015年 有59.6 到2019年 也是47.7 全部都往下 市长的市政满意往下 市府团队的市政满意也往下 代表你整个团队 代表你整个团队 包含市长 包含你整个团队 让台北市民都是失望的 为什么来下一页 因为 副市长 之前在被问到远见这个杂志 这个 这个民调的时候 他讲什么 因为就是社会氛围的影响 没有顺时钟啊 没有顺时钟就不应该说 我的民调就很低啊 这就是你团队里面的推诿谢哲啊 这就是柯文哲 就是柯团队 是不是 因为没有顺时钟 所以你的民调就往下 是不是 他在吃什么啊 时间暂停 我没有问他在吃什么 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他讲的 他在学诚实中啊 他在学诚实中啊 你觉得黄珊珊讲的对吗 因为没有顺时钟 所以你的民调才会低 是这样吗 是政府可以这样推诿谢哲吗 这个我们还是会努力 其实我们会 就是每一年进步一点 每年进步一点 看是刚刚的成绩 是每年都在下 都在退步 有时候高有时候低 没有啊 就整个趋势就往下 没有啊 如果逆时钟是因为你今年最后一名 来下一页 那我问你 你2016年全国的排名是倒数第四 六都倒数第二 2017年全国倒数第二 六都倒数第一 2018年倒数第八 全全国倒数第八 六都倒数第二 今年全部倒数第一 所以你从2016年就在逆时钟吗 那你为什么不看最右边那一排 好这个就是我要问你 那个都第一名 县市竞争力不是台北市政府的满意度 代表的是我台北市这个城市非常强的竞争力 但我整个市政府乱七八糟 你有什么好得意的啊 你怎么这么好言无耻啊 台北市有很强的竞争力 是台北市民 是每一个市民努力来的 你的成绩每况愈下 你还高兴的说 你看我旁边 市民努力的都是第一名 我台北市都是很烂 你什么好意思啊 我们会努力的 然后你刚刚回答 郝龙斌那一件事情 你之前都在骂郝龙斌 现在不骂了 为什么 因为你跟郝龙斌越来越像 你就跟郝龙斌都越来越像啊 以前郝龙斌也都是倒数第一啊 恭喜郝龙斌等于柯文哲等于柯团队 是这样吗 柯市长 我很认真的在跟你讨论这件事情 台北市是一个台湾最有竞争力的城市 我们的城市 县市竞争力绝对不可能变成第二 也不应该变成第二 但我们的市政团队 从市长到团队都是最后一名 你知道市民情何以堪啊 我每天缴税给你们这些人 你在睡觉啊 这拼市政还是这拼党政啊 怎么好意思啊 怎么好意思 这个客观数据我觉得是还好 客观数据领先都还在增加 但是我觉得这样 主观的态度 台北点我觉得是这样 他不是用全国民众来评 他是每个县市平台县市首长 所以这个 市长不要再推诿谢哲 台北市民曾经给你77分 对不对 所以台北市民不吝啬 你如果做得好 你如果让我觉得有魄力 柯文哲 我就大力支持你 给你77分 对不对 你说过去平均满意度都是五十六十 你柯文哲他拿过77分 你现在掉到最后一名 你在那边厚颜无耻 我只嬉皮笑脸的在面对议员的执行 我实在 我实在替台北市民感到非常心酸 来下一个 你在疫情期间 你说你逆时钟所以你民调低 我们来看看你在疫情期间到底做什么 你2月2号说 政府用两亿打造口罩生产线是盲目扩产 22号又说 这个24例的确诊 只有你不知道 台湾跟中国是同一个将刚 对不对 然后都被人家说你是逆时钟 或者是跟中央在对抗 还有包含这个要求民众党要换掉陈时钟 4月8号又说 这个不是假日就不要呼吸 应该四周买28片的口罩 对不对 然后又说什么3.0很麻烦 所以大家就觉得 你就是在找麻烦 然后除了你自己之外 除了你的团队之外 你的夫人陈佩琪 昨天又发言了 说 卫福部有油电市井WHO 是太牵强 所以你们就是一直要找中央麻烦吗 这跟市政有什么关系 那你的夫人 你的市政满意度会低 就是这些人在帮忙 你有发现吗 你认同你的夫人所讲的吗 就是这样 有时候这种标题很难去 标题就是说 有时候看内容 很多都是被误解的 所以你觉得陈佩琪讲话 有被误解 他不是讲说中央的 以他的英文程度 中央发 卫福部发文给WHO的 以他的英文程度来讲 他很难看出来 他有对 世卫 世纪 你有看过陈佩琪的那个文吗 第一点 陈佩琪是一个 很有个人 怎么讲 他是一个怎么讲 时代女性 你不用去称赞你的太太 所以我不太敢 我不希望知道 我只知道 他在拉低我们整个市府团队的表现成绩 然后他发言的这个事情 莫名其妙 以他的英文程度 连美国 全世界看过我们 微服部发出去的文 都跟台湾站在同样的立场 说中央 世卫WHO 没有第一时间 接受台湾的建议 但你 夫人陈佩琪的英文程度 特别的好 他的解释程度 跟美国人不一样 跟欧洲不一样 他跟一个国家一样 就是中国 我不晓得 这对市政有什么帮助 这对柯文哲有什么帮助 那陈佩琪为什么这么爱讲话 我又不能叫他不能讲话 好 我不相信你不能叫他不能讲话 因为对陈佩琪而言 他只有顺文哲 他只有顺文哲 我比较怕他 你比较怕他是应该 但他是顺文哲 希望他不要再发言 影响台北市市政 可以吗 我会叫他少讲话 我已经跟他讲过很多遍了 好 为什么我们台北市的满意度 会一直往下 我给你归纳两个 第一个就是你最近 下一页 就是吃完来 看我完 后人觉得你就是无心事真 为什么会这样讲 来 下一页 最近 各个县市都在邀请陈时中 到台 到各个县市去做推 推广观光 但黄珊珊 副市长被问到的时候 他说台北市不需要 陈时中住在这边 就是最好的宣传 是这样吗 是这样吗 只有中南不需要 台北市不需要吗 来下一页 我们不只不邀陈时中 我们的市长 还跑去基隆跟人家直播 到底为什么 你们无心事真吗 台北市的商圈生意恢复了吗 你为什么没有留在自己的县市 你为什么昨天跑去基隆夜市 跟人家直播 然后下一页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商圈的生意 你看 我们园林街下降了九成 我们下降九成七成八成的都一堆 难道这一些县市 这一些商圈 都不需要市长的振兴吗 都不需要吗 这市长为什么没有去这一些商圈 反而先跑去基隆 去跟人家直播 没有啦 基隆那个只是晚餐到的总要吃饭 那你晚餐吃饭为什么不在台北市吃饭 刚好去基隆开会 你很忙 忙着都在其他县市 就是柯主席 你忘了你就是柯市长 所以你的成绩就是五十二分 不要再找理由了 下一个 再来你看 访疗 你四月二十六号那一天 被人家说 钱贵大火消失五个小时 就是因为去访疗 对不对 你去访疗干嘛 为了市政 还是为了党政 我跟你讲 如果你有看前天的新闻就知道 因为访疗后来我们还是有帮他 做了一个产地直销的一个 来下一页非常好 访疗需要振兴 台北不需要振兴吗 访疗四月十六号柯文哲去的时候 原本应该是政党行政行程 因为失火 变成市政行程 回来之后拉哩拉扎交代了九样 包含鱼产公司要协助卖石斑鱼 要卖他的农产品 还要帮他的艺文特区做宣传 还要给他们库克云上 还要赠送他们六百册的好书 还要要求捷运公司 在月台能够有他们的影片推广 公车也要 还要协助把我们的U-bike 1.0卖给他们 还要做智慧耗智的经验分享 这跟我台北市政有何关系 你现在是已经望远全国了吗 这跟我台北市政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是这样啦 我觉得台北作为台湾的领头羊 我们很多这种不用花钱的 如果我们技术移转 我觉得还是可以要帮忙 台北市长你知道陈志明副秘书长 针对这件事情开了三次会 邀请我们文武百官到他的副秘书去开会 你说不用钱 去开会的这每一个人 都是我台北市民重金礼聘的公务人员 什么叫不用钱 什么叫做不用钱 这些跟我台北市政有什么关系 来下一页 最荒谬的是 这个字非常小 你这个真的都是硬拗的 你看我们要协助访聊推广影片 要在捷运月台上面 要做30秒的特产影片推广 结果上面写什么 访聊根本没有影片 现在没有但是他会拍 对他还没拍 我们就先帮他准备好时间 有这种道理 我台北市哪一个NGO哪一个协会 如果我要要求公益时段的时候 你会帮我保留 我保留五六月给访聊 有这种事 有这种事 他不会这样写吧 就是这么写 这就是你们的管制表 没有我跟你讲 我们也帮那个 陈富密不用上来 我没有邀请你 谢谢 我跟你说 我们也替连江县托播 其实我们的捷运站 每个县市来托播影片 我们都会答应 每一个县市来托播影片 一定都是影片 小偷偷拿来给你播 不是我们把习惯听下去 但你 我觉得这非常荒谬 真的非常非常荒谬 这下一页 然后无心事政 大巨蛋 开工了 全世界都觉得他已经快要完工了 对不对 但你们说不是 这就是 这个行政法院说可以让他先盖的部分 结果被抓包 他偷装座椅 你知道吗 你的团队知道吗 不知道啊 我想这个建管处既然有去处理 来下一页 这个被抓包之后 建管处才去看 才说这是什么 座椅特色 市庄的 来下一页 如果没有媒体报 你们根本不知道 从2015年停工到现在 完全都没有罚过远雄 包含这个椅子的市庄 也没有开罚 这就是你最 在意的大巨蛋 你完全没有开罚过他呢 他测试了多少事情 他可以测试椅子吗 他现在这个阶段 可以拿着椅子去测试吗 然后你们没有开罚 处长不用来 请回去 谢谢 市长 我现在要告诉你的 是你为什么 你的满意度很低 你的市政满意度 为什么让大家失望 所以你们都不用来 因为你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 你们就是市政满意度 变低的 罪魁会爽 下一页 环南市场的工程 我上个礼拜咨询你 说环南市场 今年的预算只编列了1000元 后来 居然转向 向这个底费地基金 借了3.88亿 对不对 结果你告诉我什么 这个没有问题 这个是短期借款 我不可能从财政局 主寄处 整个市政府都有问题 这个几率太低 对不对 结果呢 市场你要不要自己讲 这3.88亿 要不要补办预算 我想这个市场是非要说明 我跟你讲 这是走正常程序的 我还是相信公务员 一定不太可能是犯法 来时间暂停 两位请回 我的质询没有邀请你们 不用自己上台 时间暂停 两位请回 这是这样 如果你觉得我们犯法 那就把他们看一下送公务员惩戒文会还是监察院都可以 但是我觉得这样 我还是相信我的公务员 市长 我觉不觉得违法 看你的标准 看你的标准 来 第一个 你六 你下页 这是你们主计处长 在昨天晚上十点的时候传简讯给我 告诉我说 环南市场的改建 109年度不足了3.88亿 如需要先行办理 应该要依照预算法第38条补办预算 并依台北市附属单位执行要点第28条规定 核定三日内韩宋市议会被查 这是你主计处回复给我的 那就请他上来解释 不用 对啊 不用 不用的原因是什么 那主计处处长在哪 不用的原因是什么 来 时间暂停 不是啊 这就是这样 好 那没关系 市长 如果你需要搞清楚 你现在给你时间搞清楚 那不暂用我的被查 那个 东南市我跟议员说明一下 时间暂停 那个短期借款 我没有要求你 所以请你先回去 如果你现在需要跟市长报告 我给你时间 五分钟休息好不好 不用不用 不用 我相信我的公务 来 你相信你的公务人员 你的公务人员回给我 就是3.88亿 应该要依照预算法补办预算 而且要依照台北市附属单位预算执行要点 要3日内韩寿议会被查 但你就是没错 我跟你讲 第一点 台北市的公务员 我还是 我还是相信 他们不可能 我每次跟他讲说公务员 不要做会坐牢的事 所以他们一定会依法 市长 你还是没有针对我的问题 你没有针对我的问题回答 这是你的主计处长回给我的文 你针对这一点 你要不要跟市议会道歉 你合备之后到现在 5月14号合备到现在 已经将近两个礼拜的时间 你就是公然的违法 你到现在还跟我说什么 你没有错 我跟你讲 如果我们犯法 那你看要送公务员惩戒文会 要送监裁 你可以去告我们 但是我们的公务员都说 这个一定是合法的 那你现在说 主计处回给我这个文是错的咯 跟你报告一下 跟GP0借6亿是转息借款 那个不算是不办算范围 处长请回 处长请回 不是啊 你说他给你简讯吗 如果说那请他来回答 没有啊 你要接受我的寻答 我现在告诉你 你的单位有掉了3.88亿 他回给我一个简讯是如此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他寄简讯给你 我怎么会知道 好 那代表 主计处长不听你的话 对不对 不是啊 你的手机又不是我保管 我怎么会知道 我怎么会知道 他寄简讯给你 那 你要不要时间暂停 跟他确定一下 主席我们是不是 不用不用 这个主席 我是不是先要求 因为市长这件事情 跟我打马虎眼 我认为这是一个 非常严重财政虚离的问题 是不是先让市长跟主席处长去搞清楚 到底他们要不要补办预算 我觉得是这样 好不好 如果 主席 我觉得不需要 因为我就讲了 你要是觉得我犯法 你就直接去看这监察院立法院地检署 随便你 我问你 那你要不要不办预算 这个是这样 他一定是 总预算就这么多 钱怎么掉路 坦白讲 市长只要确定 我们的公务员是依法行政 总预算没有去追加 市长你讲的东西绝对是不对的 我们每年在审预算 很多连续性工程的预算 每一年你们都会分裂 多少钱多少钱 编这个过来 对不对 今年我不用用到钱 只要一千块 我就针对你那一千块在审 什么叫做你没有编的 我也可以用 那我们在审怎么预算 我们连续性预算以后都不要审啦 你们也都不用写钱来啦 是这样吗 我还是那一句话 如果你觉得有不法 看你是要去到检局 我觉得这就是没有不法 但是 你们又滥用财政纪律 我告诉你 主记处长 为什么会传简讯给我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 我告诉你 这件事情我问过行政院主记总处 这件事情 我也会在今年向审计部检举 欢迎了 非常 应该 因为你们就是滥用 然后这是谁主导的 就是你的接班人 黄珊珊 跟你的未来内定的秘书长 陈志明所主导的 完全不在乎台北市议会 的监督职权 胡搞瞎搞 然后再上一页 你因为 这个借款有六亿 除了刚刚三点八八亿之外 另外 因为租金减收百分之五十 你另外借了一点五四亿 去做资金不足的逆 这件事情 你跟抵费地基金借 你说因为是短期资金调度 不是就不用送 非属台北市议会审查 108年度预算所做的综合决议 应送市议会被查 请问这句话是谁跟你说的 我还是那句话 你什么都不知道 我跟你讲 你除了这一句话 你可不会告诉我别人 这一件事情你到底知不知道 我跟你讲 当长官 时间暂停 这一件事情我在上个礼拜三 就已经咨询过 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事情 你就应该要回去了解清楚 你到现在还告诉我说 公务人员我信任 你的公务人员就胡搞瞎搞 我还是那个态度一样 你要觉得他不法 那你就走法律程序 我问你 那你知不知道 我跟你讲 你知不知道 当长官要相信部下 那你知不知道这一件事情 我跟你讲 我接受他们的讲法 他们接受是短期借贷 他说他们如果他们执行单位说 这是包括市长 这是合法的 难道我当市长说 你说合法 我说你不合法 所以你就很昏庸吗 蛤 你就很昏庸吗 没有我跟你讲 你也觉得不对 不然你去检局 你就是昏庸吗 我一定会检局 那你去 但你就是一个昏庸的人 另外 108年预算审查的综合决议 下的人是谁 市府如需动支各基金 每笔数额超过一千万元以上者 要先告资本会 为市政重大建设 如需动支基金超过五千万 应送本会备偿 请问 谁告诉你 短期不用送 长期才要送 这就是执行单位自己要去 去面对 所以现在有市台北市政府的各官员 没事柯文哲 一般来讲 我们公务员 我当市长非常清楚 公务员不太可能 做那种犯法的事 不太可能 现在你的主计处 已经要来送来被查了 已经要来被案 要送来补办预算 然后你告诉我 还没错 还没错 然后你一问三不知 不需要知道 你不需要知道 所以你的难掉 你的市政满意度会那么低 你也不需要知道 我跟你讲 做事是分成负责 要相信部下 每个人做他每个人的事 不会犯法 但是我已经正式的告诉你 这一次有问题 但你还不去查 你就是婚庸 你就是受下雪蒙骗 然后这一个胡搞瞎搞的陈志明 还即将在薛春明 退休之后 变成我们内定的秘书长 我觉得这太荒谬了 如果他可以上来 就代表我们的财政纪律 未来他高兴怎么移挪 就怎么移挪 然后我也会要求 我今年一定会正式的 向审计部做出 绝对的检许 好不好 市长的无心市政 然后市政的螺丝掉满地 所以才是这个满意度往下的重要理由 在下一页 不是因为陈时中讨好民众 而是柯文哲跟他的团队 已经失去台北市民的心 这才是重点 下一个 请问市长 柯玉安 这个民众党的 他是什么职务 我也不晓得 柯玉安 这个台北市的前发言人 他五月份到台北市政府到底做什么 对的 他说他要搞你 我跟他讲 欢迎 我一直还没有等到他搞我 那请透过这个通知科医案 说到要做到 好 欢迎 欢迎 他到五月到市政府做什么 你还没回答我 我怎么会晓得 他什么时候来都不知道 所以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的台北市已经变民众党支党部 你又不知道 我跟你说 人有时候来聊天干什么 下一页 这就是我收到的卷讯 他讲 小牛 这两天都进市府 约谈相关人等 准备来个内清 下一个被清查的 就是林正 下一个被林正 毕如 攻击的会是 我保留他的名字 我跟你讲 你不要拿一个截图来做这个 我告诉你 那我问你嘛 柯玉安到底有没有去查吗 我告诉你 你说他有 我不是秘书长 我没有办法查 但我身为台北市议员 我知道 有人以党乱政 居然一个民众党的党职人员 党职的民众 在上班时间进来查我的公务人员 你叫我不要调查 你说我问你 我咨询你 就是在污蔑你 我跟你讲 你可以进来我不能要求你查 我跟你讲 不能拿一个截图 就要人家做什么做 如果这样网路世界 这个太离不 还有一点 今天是在议会 也许你有议员免责权 你要不要出去再讲一遍 市长 看他要不要告你 市长 我在外面我也敢讲 好那就这样 也欢迎你们来告 我告诉你 台北市政府 在上去年 通过一个吹哨泽法案 优全国之先 吹哨泽法案什么意思 对于市府里面有不法 我就要勇敢提出检举 而且我要保护那个人 现在这个人跟议员提出爆料 要议员去监督 结果市长 通过吹哨泽法案的市长 居然恐吓议员 我要告你 这是什么道理 我跟你讲 这是什么道理 我跟你讲 依法行政 我告诉你 依法行政 这个人告诉我说 民众党有人 以党乱政 我跟你讲 一般来讲 我们说吹哨泽法案 保护条例 他是要具名的 请他具名 他具名来告 我们就保护他 现在 他因为怕被处分 他转一个议员 议员要求去调查不行吗 我怎么知道 你这个是不是自己做的 我不信任你 你也可以自己做一做截图 握着打一打也可以做 谁晓得 是吼 那你要不要问上面的记者 有多少人收到这个 你要不要问问 不要回 不要模糊我的问题 没有没有 我跟你讲 你要不要问问上面有多少人收到 我跟你讲 做什么事情 依法行政 你说你要不要搞 我们台北市有没有吹哨泽法案 保护条例 有啊 只有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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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柯市长就是这个态度 没有啊 因为柯市长就是这个态度 具名检举 我们一定保护他 你在吹哨泽法案 条例里面没有具名 来下一项 来下一页 这乱抢 依照这个因为疫情的关系 4月9号台北市柯文哲就讲过了 四楼以上的市政 这个我们市政大楼是不对外洽工的 请问柯玉安在五月份 为什么可以进入我们市政大楼 他洽什么工 他什么可以进去 是不是以党乱政 我跟你说 这是你自己讲的 你不要再推给我 这是你自己讲 11楼我跟你讲 我们还是 其实我当市长 还是有时候会有朋友来拜访 还是有 但是我跟你讲 但是不是说所有人来 所以你的管制 你的命令 只要到适用柯文哲本身 或者是柯文哲不想适用的人 就都可以不要适用 是吗 没有我跟你讲 11楼我跟你讲 府级长官这么多 有没有说其他的人来拜访 这个是你的命令 这是你的命令 这是你的命令 这没有人强迫你 这是你自己下的命令 那你告诉我柯玉安这个民众 为什么可以进来市府大楼 其他的民众要找你柯文哲 没有那么方便 也不能去 为什么柯玉安 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还要来个内清 来个调查 没有台湾 我跟你说 这是你的命令啊 你回答我为什么他可以 我跟你说 这个是这样的 连我议员要进去可能都不行 为什么他可以 你如果讲这一家就不可能 你去市政府会不可能进去吗 你觉得 我如果要进去11楼 有可能要先跟你申请 但他有跟你申请吗 他有跟你申请吗 你到11楼要跟谁申请 没有 我要先联络你了吧 不用 好没关系 因为我也没有时间去 再来下一个 只要是党员就可以违反SOP任用吗 这是我今年在这个会期刚开始的时候 施政报告问你 下一页 秘书处请聘黄敬 违反法规任用 违反任用的SOP 公告少于三天 而且在人事处还没有核定的时候 他就已经上班 这件事情你有调查吗 这个有调查过 这个应该是 我想这个秘书是可以回答 好像是他是两个案子 不同的案子 所以这个是乌龙 时间暂停 这是乌龙案件 黄敬营这个时间 我已经跟你讲过 你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 对啊 秘书长可以回答 秘书长有需要回答吗 有啊 不然你要叫我 我就说没有问题 没有说有问题 那个主席 这件事情 我问黄敬营这件事情 是在市政 施政报告的时候 就已经问过柯市长 柯市长说他搞不清楚状况 还跟我用两个案子去比 但黄敬营就不是 他没有搞清楚 他到现在还搞不清楚 所以我们是不是给他一个时间 搞清楚之后 再来跟我报告 好不好 我问过了 那他们跟我说没有问题 也是一样 依法行政 但是后来我也跟他讲说 以后都要拉到七天 什么叫做 他明明就只有公告两天 那个 黄敬营的这个职缺 就只有公告两天 而且他公告的那时候 他上网的时间 秘书处还没有合并这个 征聘能力 市长你到现在都还搞不清楚 聘用黄敬营的时候 那么人事处已经正式核定 那个正面的职账 没有 你的公文就是二月 时间暂停 主席 这个事情因为我已经施政报告 有自己计算过了 市长说要让我 他要回去调查 不过到现在 秘书处长 秘书处 处长 给我的 秘书长给我的讯息 还是在混淆我的时间 在浪费我的咨询时间 可以让他去调查吗 可以让他去调查吗 主席 权疑问题我问一下 好不好 我想这个时间已经发生一段期间了 对啊 他应该要去调查 我还是请秘书长 赶快给我们议员解释 有有 这个事情在民政委员会总咨询的时候 我们已经跟那个役座报告 没有 那么现在我们为了更公开透明 所以那个公开 那个增听人员 没有长 我想那个 你私下找个时间 赶快去给议员报告 好不好 那我们不要当务到总咨询时间 好 请开始 是 你自己在回复给我的 就说4月16号咨询的部分 秘书处聘用黄敬营过程 未符合本府104年1月14号 颁定的规定 为了求更公开透明 本府已于2月27号 发文要求台北市各机关 未来职却都要上网公告 不好意思 我们那文是讲得很清楚 时间暂停 那个并不是用2月4号所规范的人员的部分 好 那后续的部分我们考量到 就是说那么让市政府 那么优犯公开透明 所以那个公告招生的天数 我觉得秘书长的回复还是在鬼打墙 还是在鬼打墙 这个东西在这个会期初 你给我的答案 跟你这个调查还是一样 黄敬营这个职缺 就是约聘雇的人员 全市的约聘人员都要公开甄选 为什么独独黄敬营2月4号不需要 那个黄敬营也是一样透过公开甄选的设计来办 那为什么 那天数的部分我已经讲得很清楚 黄敬营只有两天 以后为了更公开透明 我们是七个工作日 好 所以秘书长你的讲法是说 黄敬营这个职缺 确实没有符合规定公告三日 不是那个当初你讲的2月4号 那个韩索 就是2月4号的黄敬营职缺 没有公告 黄敬营是绝对是透过公开甄选的程序来办 黄敬营 那么报道的时候 整个征聘人员的计划 一样人事处已经核定 否则我们不敢 主席 请他来报道 我真的觉得秘书长从头到尾在浪费我的时间 所以我先请他 那刚刚他回答的时间全部都还给我 因为他都在废话 请他那个再给议员报告好不好 我们继续开始 黄敬营2月4号的这个职缺公开甄选 他2月6号就公告解职 只有两天 因为依照行政执行法 公告当日不算 对不对 所以你只有公告两天 然后你到现在还搞不清楚 所以你告诉我你没有以党乱政 没有啊跟你讲 其实这样 议员有批评我的态度 我们回去都要求要写检讨报告 那时候如果我们要改个SOP 所以后来他只有公告两天 我们已经改成公告七天 所以不要给人家留下话评 所以我们制度都有在改 但是跟你保证一件事情 就在做的当下 一定是按照当时的法令 黄敬营的公告就没有符合当时的规定 我跟你讲喔 台北市政府的公务员 你知道 都有一定的水准 他们不敢去做为何的事 你又在浪费我的时间了 然后结果你们改善 你们没有道歉 秘书处 黄敬营这个公告只有两天 你就截止了 对不对 结果你没有检讨 你的检讨方式是什么 2月27号发文给全台北市的每一个局处 说未来你们有约聘人员要征选的时候要公告七天 违反的是你秘书处 你公告全台北市 没有啦 之前没有 之前没有这么明确的命令 有 市长 市长你自己的命令你自己都不晓得 你自己的命令你都不晓得 好下一页 下一页 柯文哲你上任之 这个另外就是有关约聘雇的人力的部分 依照我们的预算员额的审查 每一个单位最高的上学员部只能5% 对不对 那你自己的部分呢 下一页 这个更不用讲 来 我给你看一看 你秘书处约聘的人力占总公务人员的比例 过去2011年 约聘雇占 秘书处约聘雇占公务人员的比例大概11% 到了2020年 你征聘了7名之后 变成20% 这个一定不会有问题 全台北市各单位都要5% 只有我秘书处我柯文哲要用人 可以到20% 我跟你讲 这有什么荒谬的地方 来再来下一页 再来你看你请征的部分 请征的新点 我们保护性社工最近讨论的很热门跟动物救援队 我们请的新点 都是在312到472 也就是薪水大概38000到58000不等 动物救援队 大约280的新点到376的新点 大约34000到46000不等 下一页 结果柯文哲你请聘的这些人的新点 你请聘 今年请聘的7个 新点都在多少 4004到560 薪水都是多少 5万4到6万9 我们保护性社工辛辛苦苦的帮这些社工争取 他们才一个人给1000块 结果你柯文哲请聘的7个人 请聘的7个约聘户 都占最高的新点 5万4到6万9 你秘书处总共29个约聘人员 7个是你今年请聘的 你请聘的薪水都是最高的 你告诉我你不是在养你的人 那为什么其他单位 你觉得 你的发言人 你的这些 这个媒体事务组的人比较重要 还是我们这些保护性社工比较重要 还有我们这些动物救援队的人 你看我们动物救援队的这15个人 他们的薪水多少 3万4到4万6 两位请回 你又不给人家回答 市长我没有要给你回答 的原因是 这些事情是你不知道的 我都知道了 你都知道 所以你同意你请聘的7个人用最高的薪资 就是因为你要黄敬营跟着你帮你发言 他就是最高的薪水 对不对 6万块 然后我们这些保护性社工 辛辛苦苦争取的 1个月给1千块 我们的这些动物救援队在第一线 有人要动物救援的时候 他最高薪水也才4万6而已 市长 我们的公平性在哪里 我跟你说 你这一家年约聘固 他都有算点数 按照学历经历 这个都有表 可是我们也没办法自己发明 所以这个一定是按照他那个学经历 那些核定点数 来我们来看我们这些工作的学经历 我们动物救援队的 我们要国内外研究所毕业 要有兽育畜牧生物动物警察消防的相关大学说是毕业 要有三个月以上的训练 还有工作经历六个月以上 有很简单吗 专业人才 我们的保护性社工 是要经过社工考试的 而且要三年以上的工作经验 我跟你讲 薪资合定 我问你 这个有一定 我问你 你现在禁用的这些人 我不敢说他们不专业 但我要讲的是说 我们这么辛苦的保护性社工 我们动物救援队 他们的薪水这么的低 你现在秘书处全部禁用的约聘人员 薪水全部都是最高的 你叫这些人在第一线工作的时候 心理作合感受 保护性社工 在第一山 在替借弱势的民众发生 他的薪水才多少钱 三万八到五万八 你的媒体事务组的人 你请聘的七个人 五万四到六万九 你的满意度怎么会高 在下一页 你的预算乱凑 以党乱证 预算乱凑 然后又搞宣传 下一个 你之前有讲说 因为你已经是连任政府 所以不需要做广告 所以在防疫期间 大家才会觉得你没有作为 你记得这件事情吗 我跟你讲 其实这样 结果决定一切 我已经非常清楚 一年后再回来看 我们台北市在防疫期间 从防疫紓困到什么产业振兴 反正一年后大家会看数据 我跟保证台北市一定是 一定可以拿出一定的成绩 所以我现在也不需要去跟你们 你认为你是因为没有做广告 不是啊 这是你那天在 前会大火的时候想个话 对不对 你说你那时候是因为没有做广告 所以大家还都觉得台北市在防疫上面没有作为 但因为你是连任政府 所以不需要做广告嘛 来下一页 这是现在网路上的标案 你台北市的标案有哪几个 防疫宣传整合行销影片制作案980万 网路新媒体防疫宣传执行案240万 109年度防疫宣导电视脱波案400万 防疫纪录片的制作90万 总共加起来800多万 哪有没做行销啊 市长你的嘴巴跟你的团队做的事情完全不一样 我跟你讲 这个预算是本来就有变在那里 只是说他这个年度编的预算现在做什么用 这样而已 我们有多编预算吗 有去多编预算做广告吗 所以你要针对你4月份的那次记者会讲的讲话要收回啊 你还是有要做宣传啊 你还是有要做广告啊 只是别人还没发现而已嘛 来下一页 来我看你这些预算是怎么花的 花的哪一些单位 来 你这个单位不是叫做一整笔 你是叫各局处给你个别的钱来用 对不对 你看教育局用综合计划资讯 业务给你100万 水利局用行政管理业务费给你10万 最夸张的是我们卫生下水道也用行政管理业务费给了10万块 大地处50万 原本要宣传大众走的 然后地震局也给了30万 请问市长这些单位为什么要配合你做这些防疫的行销啊 我跟你讲 还有一个最荒谬的是捷运工程局居然用新如县第三期特别预算工程管理费的业务费 所以拿了50万给你最上面的那一笔 这有道理吗 你不是科省长吗 你的钱可以这样乱用吗 你要不要让我讲 可以 好 我跟你讲我们有斗边预算吗 没有 但你可以这样乱用吗 不是 那就对了 但你可以这样乱用 所以你现在的态度是 我是市长 只要我想用 有什么不可以 不是 我跟你讲 常常是这样的 钱就这么多 我们只是说看怎么挪怎么用 所以老实讲一直这个防疫 我相信也许其他县市都会打秋风 发国难财 我到现在为止相当严格的管制我们的所有局处 这防疫我们不要随便乱增加预算 我就问你啊 捷运工程局用三奴预算 花了50万来做这些宣传 请问捷运局为什么要这么做 跟议员说明的确在各局处有防疫 局长请回 人家要讲你又不给人家讲 我问的是市长 今天是市政总执行 我执行的是市长 这么重要的政策 你现在也是总机吗 你现在要当科总机吗 我回答你又不让我讲 你要让我讲 没有我刚刚要让你讲啊 是你的局长突然跑出来你的时间暂停 你要让我讲吗 你要不要让我讲 我要让你讲啊 第一点 你是你让你的局长讲 第一点喔 我们的预算还是管控相当严格 所以我们不会多编预算 但是我在事务内 常常讲一个概念 留用的概念 我就说我们不准你们多编预算 但是在这个 如果有因为整个政府的需要 我们是可以留用 但是我们每个局处的费用是 不准随便增加 所以捷运局挪用三炉费的业务费 对啊每个局 来做防疫宣传 这合理吗 每个局处都有看每人 来时间暂停我请捷运局 跟一座报告 我们是用工程管理会 绝对符合相关议算的规定来办 是 请问你跟防疫什么关系 你概捷运跟防疫什么关系 防疫基本上是否是一体的 那整个疫情其实对整体市政 还是有一些需要配合的事项 那我们这笔预算 不是应该放在三炉费的业务费吗 三炉县的业务费 拿来做防疫宣传 我这个是依照工程管理作业要点的 相关规定来指引 它是符合相关的规定 哪一个符合 工程管理会有它的一些 作业的规定可以来 作业的规定哪里符合 就是 不是你说的算吗 总是有法条的 这个是我们有经过会计单位来确认的 会计单位确认过什么 符合哪一条 工程业务费的管理的哪一条 工程管理会 基本上是因为工程作业 那你的工程作业 敦青木林不管是要跟相关业务有关的 我们都需要去配合来 来这个都可以来从这个项目来指引 好所以敦青木林可以用我们的业务费来使用 所以现在就是敦青木林 所以你把50万拿给 拿给市政府来做宣传吗 对不对 是不是 来下一个我请警察局 还有我们都发局 还有文化局 警察局你也花了50万 用警察勤务的业务费 要来做这个宣传的广告 你给的理由是刑大说有口罩诈骗的懒人包 对不对 所以你出了这50万 对不对 那我们市政府里面有一个同仁 就因为假照口罩2.0买不到 你要不要先把它抓起来 你与其花50万做宣传广告 不如你把这个同仁抓来做一个宣传 你达到的50万 达到的效果会比50万更多 局长要不要回法一下 为什么给50万 我想那个是我们很多一些黄诈骗 还有平常的一些预防犯罪的宣导 不是钱物费用 可是现在的这笔钱是放在防疫的宣导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来 还是跟犯罪预防宣导有关系 那你要不要先把这个 我们的灵性同仁 他诈骗 他这个假消息 被我们刑大调查 你要不要把他找出来 先做个宣传广告 我觉得 找他来做宣传广告 会比这50万发展更多 要不一定来宣传 对 来 下一页 那个都发局 都发局你说你也花50万 也是做业务宣导费 对不对 请问 跟你都发局什么关系 我想防疫 在各局处都有相关 在都发局的部分 其实你看到我们 国宅社会住宅 比如说我们 你们减租嘛 你们减租的宣传 有需要跟大家宣传吗 你们就发信给你们的 承租户就好了 这个一定 有需要花到50万吗 我们会 我们有发文 但是也需要做一个宣传 有需要 你的对象已经这么清楚 你还需要花50万 柯市长你花了下去 来 文化局 你用文化环境规划 设计推广专案 要去行销 纾困321 那跟你什么关系 对 我们纾困有321的方案 那一个是弹性 在补助计划的弹性的方面 要做宣导 让他们知道 在补助核销上 我们有弹性的方案 另外在减租跟降租的方案 我们也做行销 来让我们的user知道 你们的user 都非常的清楚 是 根本不需要透过这种 大型的宣传 像大众的宣传 我们还有做单一个窗口的服务 也要让大家知道 每一个 我认为 你现在的纾困321的对象 非常非常的明确 这就是你们强词夺理 来 下一页 今天我在上网又看到 你居然花了 90万 要拍防疫纪录片 我不知道 我们到底防疫纪录片 现在我们是疫情已经都结束了吗 为什么还要拍这个防疫纪录片 市长 在过去在SARS的期间 的确在事后市府 也有真的做一些记录 你知道那时候 马英九被骂得很惨吗 跟议员说明 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 在疫情期间所做的事情 那时候被骂得很惨 应该都要留下一些记录 来记录这些 市府非常辛苦的防疫过程 我想这是应该要留下记录的 好时间暂停 他们是观传局 你这些钱全部都给观传局去发包吗 是是由我们来统筹来做运用 尤其在防疫期间 这两三个月 留下记录这个事情 我们就有媒市主 我们媒市主请了二十几个人 不是就应该留下这些记录吗 观传局还是要替整个市府 在防疫的政策上 做更多的宣传记录 所以那你应该去编列预算 你应该去办 去争取二倍金 你为什么 这个乱用预算 并没有乱用预算 这部分在各个局处 就有啊 你后面的这些人的业务费 本来都应该用在他自己 局处的业务上面 全部现在要配合你所谓的防疫 全部挪过来给你用 你还说没用 你看你们的财政纪律 柯市府你的财政纪律 你的满意度 我认为你会继续往下降 你会继续往下降 你连这种 这个真的大家都这么辛苦 然后在防疫 然后你一方面说 我不做宣传 一方面又去东挪西臭的这么多钱 要帮你擦脂抹粉 去拯救你的满意度 你觉得台北市民有那么笨吗 好时间暂停 大家请回 好我们其他局处请回 市长 那个市长 就我谈一下 刚才这个 这个检议员 掉了 应该是给各个局处所长有表达的机会 所以我提醒他应该给那个 局处所长有表达的机会 其实这个整个一个武汉会员 新冠会员 这个疫情 从一月二月到现在 其实我不知道 应该是副市长 或是市长的指示 把这个局处所长 东拿西臭八百多万 这应该是一个专案会议 那基本上我们台北市议会 通过的第二亿杯金 其实这个应该是正请西奥 你们可以用专案 不管你一两千万 不管老实说 刚才刘机长报告也是错的 你说这整个事务团队 要去拍一个 拍一个纪录片 这也不是官传局的业余 你说叫卫生局 或是叫社会局 联合设政单位 附赠人员 设政人员 卫生局的人员 因为他的第一线里面最辛苦的 让他们去主导 搬变一个洞后的 譬如说一千五百万 乳列出来 你不应该是 捷印公司 都花级的来 公务级的来 捷印级的来 拉里拉扎 文化级 整个整个求了八百二十九万 八百二十九万 一个字掉三十万 这个字掉五十万 那我动 第二一杯金给你们干什么呢 第二一杯金就是 武汉会员 新冠会员 也不是在去年 我们审议算的时候 就立即有可知的嘛 是今年 在上半年爆发的 你可以 堂皇皇之 光明正大的 用 你要一千五法案 兩千万 我认为台北市院審计处 我认为不敢去纠正我们台北市政 但是 检疫院所如列的十几个集处 你这里三十万 这里五十万 你看 如果我我我刚才给你審打得 我刚才十几个集处首长 我一个人给他一分钟 你给我回答 我告訴你 都說不算 你就是一個副市長的專案會議 或是市長的專案會議 你們要搞錢出來 每個人就動錯吸收 什麼業務會 什麼管理會 統整的單位是官傳局嗎 我告訴你 黃毅的工作應該是衛生局吧 衛生局的醫務人員 站在第一線 民政局的副政院 站在第一線 李幹事他們站在第一線 應該是要給他們一個紀錄啊 那是官傳局做這種工作 官傳局懂個什麼東西啊 對不對 我告訴市長 蘭柯他的執行 真的 這一篇執行 這一篇執行是給我們市政府的高層官員 做一個很好的警惕啊 我們動貨 我們幾億給你 剛才八百二十九萬 動貨 一千五百萬 兩千萬 你發下去 台北市會敢坑一聲嗎 監察院審計處敢坑一聲嗎 不敢 而且你紮紮實的做好 但是你這樣東挖西策 連捷運市的來 捷運公司的來 武法市的來 公務市的來 這裡三十萬 這裡五十萬 母母的八百二十九萬 李李六啦 李李六啦 為什麼要做這種工作呢 就是習慣 感動 感沒道理 做道理的啊 這個要這麼好減少 我會講特別的 我想之前針對剛剛提到的 副發言人 包括你的人事任用部分 一直我們有很多的指責 跟要求 其實這是因為外界的觀感不好 我想你自己應該心裡非常清楚 所以為什麼要你定一個 副發言的KPI的這個所謂的檢討 那未來才有個依循 不然的話到底誰做哪些工作 誰有做誰沒有做 沒有人清楚 那我知道今天很遺憾的 你KPI到現在都不定出來 副發 我們黃山副市長一直講說 發言人不是用KPI來處理 好 不是用KPI來處理 現在是用什麼處理呢 是用放話文化處理嗎 是我們今天要一個人下台 或要一個人逼他走 就對媒體放話嗎 用這種方式來對待 我們自己的副發言人嗎 今天陳冠婷對外已經請辭了 來我給你看他的臉書 他臉書寫了一篇 而且他寫了一個 他在市政府做哪些事情 另外呢他又對於市政府 針對國際外交上面 他有很多他的願景跟衝擊 我要問你 副發言人像現在目前 台北市的市政 大部分的都是以主要的 總共有三個發言人 黃金營跟戴宇文 然後呢陳冠婷 他是處理的是國際外交 如果今天有國際外交的問題 他才需要出來做發言嗎 我想這應該大家都很清楚 分工非常清楚 像我之前在質疑 副發言人請了那麼多 有沒有仇佣有沒有怎麼樣 要不要人事戒掉 不要占別人職缺 這些我都問了 你們都不給答案 你們一直認為自己是對 KPI也不定 然後現在呢 把這個人給趕走了 我要告訴你 市長 我真的語重心長的在這邊告訴你 之前我在調你們 發言人做哪些工作 有沒有參與這個整合行銷會議 有沒有做好自己應該做的責任 跟工作的時候 我調了你們說 每天七點半的成會 有一些口頭報告 那我問說口頭報告內容有哪些 你們都說只有口頭而已 沒有實際的會議紀錄 唯一只有一個發言人叫陳冠婷 他給了我這一份的報告內容 他做了很多的research 他做了很多你要的工作 他每一個工作都一一的幫你去做了 研究報告以後提供給你 都給市長的一個專案報告 包括你想要知道馬克宏 怎麼樣成立一個政黨 忽然間後來變成法國的總統 他都幫你找出來這個政黨是怎麼樣成立 在短暫時間內如何變成一個總統 都依照你的指示去做了 這麼努力認真 把所有的簡報報告都寫得這麼清楚的人 今天居然 要為了一個模棱兩可 為了一個世事而非 說他要成立一個新創辦公室 然後就把他趕走了 就把他逼走了 要我講 你說 第一點喔 我們當時那個什麼發言人 副發言人 坦白講 他們都沒有多領薪水 所以那個只是一個title 那每個人有每個人負責 像要處理外國使節來的時候 這個是周大使去處理 可是我們在跟那個AIT 很多這種辦事處 你只要回答我 為什麼這個泛化文化 這個東西 一個記者去寫了一篇 說他要成立一個新創辦公室 然後就拼命鬥他 然後說他有專案的辦公室 然後又不用對外發言 然後又領薪水又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呢 說他一事無成 然後說他這樣子的人 不適合這樣的角色 然後就把他鬥走 我跟你講喔 今天媒體常常會有一大堆人在寫文章 我們沒有辦法去跟媒體說 你這是誰告訴你的 所以有時候常常說 當然是這樣啦 有據名的人他應該說 當然對他的文字要負責 但是我常常是這樣 今天台灣的媒體太多了 所以 問你訊息怎麼會出去呢 你們內部的人 有沒有出去這些訊息呢 為什麼記者會知道這些內容呢 市長我現在還是要回歸 你會答給我 如果你今天訂了一個非常明確的KPS 我想這個部分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那再來呢 你要去問你要去了解的 放話文化是對嗎 今天 陳冠婷在直接臉書上 他不喜歡這樣的放話文化 你要嘛就衝著他來 認為他不適任直接指出他不適任的內容跟條件 不要在媒體上亂放話以後 然後讓他必須要去面對這些無謂的這些指責 他必須要去回應必須要去解釋 我想你也常碰到這樣的問題吧 你怎麼可以揍弄你的屬下這樣做呢 你能不能說明一下 第一點喔 現在管理學上也不再用KPI 現在用OKR 所以 用什麼都可以指標在哪裡 不是啊 我要講說每個人做的工作 其實我們當長官都會知道說每個人在做的工作內容 所以常常是這樣 發言人不一定要每天去督賣 還要叫發言人 有的是正門負責國際事務 那問題他是被質疑說他都沒有發言 所以叫他走 不是啊 第一點喔 常常是這樣啦 你說媒體寫的 有時候就很頭痛 媒體寫的 那你要這樣講 那媒體寫 柯文哲 我看你只有一半真一半假 他已經受不了了才寫這個臉書 他已經跟你口頭請辭了 市長你覺得他做的好不好 他當然做的很好 他幫我們 他是不是適合這個角色 他本來就是處理國際事務了 我跟你講我們那個英文網站 我們的SOP 那為什麼你們內部的人 會逼著他要離開呢 第一點喔 我們內部的人誰 我也不曉得 那你不曉得他已經 對外都已經寫了 而且已經口頭請辭了 我跟他講說 如果說媒體隨便寫一篇 那我們就要受到干擾 那我早就又鬱鬱語中了 早就不知道死到哪裡去了 所以常常是 所以你應該是去檢討 你自己內部發生什麼問題吧 沒有 我到覺得 我們要檢討是 台灣的媒體怎麼變成這樣 所以你要檢討媒體 不是檢討你自己內部的人 不是啊 我們這個媒體 你發訊息怎麼出去 媒體會自己知道嗎 如果裡面的人 沒有給媒體訊息 媒體會報這個新聞嗎 常常是這樣 現在媒體常常是這樣 有時候就言過其死 市長 我真的很語中心常告訴你 你如果政治路要這樣走的話 你什麼事情都不是內部檢討 而都對外檢討 我覺得這個叫做 如果自己知道問題去解決問題 那才是真的是 之前的柯市長 現在呢 是完全知道問題 你不去處理問題 而且是躲在地底下 就像駝鳥一樣 駝鳥形態 如果是這樣子的一個柯市長 我相信所有的人 應該都不會支持 也不會認同你 在政治路上 再繼續這樣走下去 我們會處理 那常常你何必去為了一篇 我覺得這樣 不要去為了一篇辛農 搞得那烏煙瘡氣 其實不是只有一篇 市長我跟妳講 人如果他沒有那麼苦的話 他今天不會爭給口頭情吃 今天忍耐都有限度 不會只是一個點去爆發 我相信你應該很清楚 我還是希望你回去 把所有的問題先解決 如果你真的不願意面對 你自己內部的鬥爭 不願面對這樣的問題的話 我相信你不會留到好的人 我在這邊還是要一而再再而三的 苦口婆心的告訴你 好那我再問你 台北市的垃圾 現在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2007年兩年前 三十六萬七千一百六十七公噸 到現在二零一九年的時候 暴增到三十九萬一九一五公噸 暴增了兩萬多公噸 然後呢人家只問你們台北市說 奇怪了垃圾量變多怎麼辦 結果你們第一個時間 就指責新北市 說是垃圾帶收業 故意把新北市的垃圾 拿到我們台北市來處理 所以呢台北市的垃圾變多了 那市長 局長 我們大概 我們希望是未來有兩個方向處理 媒體都已經回應了啦 你都回應了 我現在是要問市長 你知道這件事情嗎 垃圾兩邊價格不一樣 特別是那個 那個家用垃圾跟那個 那個企業會 那個企業會去 結果價格還是要處理 我覺得 可是你們第一個時間問到時候 你們先去怪新北市 而且人家新北市政府 我覺得他們還厚道的 他們回應的是說 我們可以透過雙美論壇 來分析要怎麼合作 人家不是指責你耶 然後我們台北市第一個時間 先罵別人說 或是你把垃圾弄到我台北市來 我台北市來變那麼多 這個是誰 我想因為媒體報導 我們都尊重 今天早上記者會的時候 我們也特別的說明 除了垃圾費的水準 拉到一樣之外 那另外我們就是希望說 我們的配合中央政策 這一些的廢修清除的垃圾車 他們都要加裝GPS 那在這種的情況下 應該將來就能夠避免 會有這種跨線式夾帶的問題 先不要推卸責任嘛 應該去瞭解到底問題在哪嘛 市長 市長我現在要告訴你 為什麼侯友宜市長 他的民調第一名 人家碰到問題 先看到問題 想辦法提出解決 而不去去苛責別人 就像你剛剛處理人事的問題 你先罵媒體 你為什麼不處理自己的 我沒有罵媒體 我說不要因為一篇文章 所以我現在要告訴你 很多問題我們先自省 自省完了以後 再去檢討別人 那才是第一個要做的工作 我覺得你自己應該好好的來思考一下 未來是不是應該要從這個方向來處理 這樣可以嗎 會啊會啊 我們都其實 好那局長請回 市長我再跟你討論一個問題 你知道悠遊富吧 知道 來我們看一下 悠遊富 從一開始 3月23號開始 對外推出的時候 負評非常多 我相信你應該知道吧 嗯 結果呢 裡面呢 NFC感應不佳 失敗率高 APP 開啟時間過久 無法與原本的悠遊卡來聯動 我原本有一張悠遊卡 然後我綁定我這個悠遊卡 設定好了以後 我用這一張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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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東西 不是去搭公車好去搭捷運 結果呢不能用 他說你要再去弄 你要再去設定我新的虛擬的悠遊卡 實體悠遊卡不能用 這些都是問題 這些都問題 換卡以後資料就不見了 還有一個20歲以下無法使用 市長 我們的學生證結合悠遊卡 學生都可以用了 小朋友都可以用了 然後你的悠遊富限制20歲 市長你也知道吧 現在年輕族群使用AI的系統非常非常多 然後你限制到20歲以上 以上才可以以上才可以用 20歲以下是不能使用 然後讓很多很多的年輕的朋友 高中生國中生罵你罵的很難聽耶 你要不要看一下 來我們看一下畫面 這是負評啊 來翻一下畫面給市長看 這是你們APP裡面的負評 你知道負評的內容嗎 翻一下負評內容 翻一下 市長我們翻一下翻快一點 我光這個負評內容 我一直翻翻 你轉動快一點可以嗎 你看 我翻不到底耶 你知道有多少負評內容嗎 光你3月23號上路到現在 多少負評我現在 你看已經翻那麼久了 還翻不到底耶 將近負評有六千多折啦 不過兩個月的時候 一天都有一百多折的負評耶 你說一下吧 到底現在是怎麼樣 第一點喔 悠遊婦如果是二十歲以下不能用 一定是中央法規卡住 這不會是我們 因為我們沒有理由去 一卡通 那一配都可以用了 然後你跟我講說是中央法令 不要再推給中央 不要把任何事情推給中央 你看你又犯了同樣的錯 不是我跟你講 好你在講 悠遊婦如果說二十歲以下不能用 一定是哪個地方法令卡住 那我有實體悠遊卡 我用實體悠遊卡綁我悠遊婦 為什麼不能用 這個一定可以 一定可以連結 那你到現在還是不能連結啊 不是一定可以連結 到現在我昨天去測試 我要去搭U-Bike 我用這個他還是跟我講 叫我要用實體 不能用實體悠遊卡綁 他另外叫我再用虛擬卡 重新設定虛擬卡 我才能去借這個U-Bike 剛剛那個提到那個電子支付 那個是屬於金管會全責的 那歲時是規定二十歲以上 才可以去辦電子支付 不要你就是這個 一卡通都已經把你的 悠遊卡的整個市場 電子支付的商務市場 全部全部打趴了 來市長 我沒有 我現在把負評的問題給你看而已 要不要解決是你的事 不用在這邊跟我說明 來市長你看 你自己講的喔 我們看新聞影片 來放一下新聞影片 第三點喔 第三點喔 電子支付是這樣的喔 你再給我六個月時間 保證殲滅敵軍 保證殲滅敵軍 你被敵軍給殲滅了吧 對 你說再給你六個月 我已經給你一年的時間了耶 沒有啦這六月 三月到現在 沒有啦我們已經上線了 我跟你講喔 我們還在 其實這樣啦 還是要建立那個叫Ecosystem 所以我們 又在 市長 你現在是市長 你不是學者 你不是專家 你不是在這邊跟我講理論 操作面呢 操作面我們現在還是要從高中開始 不過也那個北英女願意給我們 來那個悠遊卡公司董事長 有沒有在現場 是 你說 是 為什麼 跟您報告 那個其實未成年一直都可以直接禁見申請 只要他的那個法定代言都同意 我們今天已經把線上流程也正式上線了 但是暫時不行啊 不好意思 所以跟陳志明回答不一樣嘛 陳志明你就是政治討論嘛 本來金管會 好市長 接下來 沒關係我時間有限 所以我們看下一個 你看悠遊卡公司的營收狀況 你看一下 悠遊卡公司從104年裡上任 營收還有17億 到現在目前108年營收只剩下16億 光我的營收掉了1.26億 總共掉了7% 我們再看稅後 我們再看稅後盡利 2億6193萬 掉到剩下現在只剩1億多 總共掉了將近1億 淨收 扣掉成本以外 我淨收盡利 我還掉了35.4% 這是我們的悠遊卡公司 我本來我剛剛講你要殲滅 你來看看他的本質 我現在回過頭來讓你看看本質 是誰被誰殲滅 現在E卡通已經佔據了所有電子支付系統的龍頭了 我的悠遊卡要怎麼處理 我光公司的營運狀況體質本來很好的 電子支付是全台灣的龍頭的 體質很好 本來我這一塊是黃金基金母 這個還在我們議會審議算時候 認為說我有一個悠遊卡公司是黃金基金母 獨佔市場 到現在我的悠遊卡公司的利多不見了 現在營收掉下來 營收減少到這邊 你看四年的票站龍頭到這邊 市長你覺得 這個我可以回答 我跟你講 其實我跟你講 這個問題我們在內部也開過會 台北市的六大公司 基本上它是政策工具 所以你不要把它當作營運公司 我已經跟悠遊卡講 不要說營運公司 我投資幹嘛 我不賺錢然後我來賠錢 我跟你講 悠遊卡公司我跟人家講說 財務平衡就好 我跟你講 我們因為現在在擴張階段 你常常要買刷卡器 所以我跟你講 悠遊卡在現階段 我已經跟人家講過 你不要一直在怕說那個獲利減少 因為他們就是怕被獲利減少 所以整個擴張速度變慢 我先再講一遍 六大公司是台北市的政策工具 它不是以營利為營標 那我給你看其他的 你再看下去 你再來講這句話 你一定會收回你這句話 你講的那個是本業 本業少賺 好我們大家可以認同 因為政策配合 你看下一頁 我的投資公司 我悠遊卡的本業以外 我投資一個叫點鑽 一個叫群信 點鑽是做幾點卡 群信呢是做SIM卡的部分 還有個結幫跟台灣行動支付 結幫跟台灣行動支付 投資比例非常少 投資最多的是在點鑽 你看點鑽 點鑽公司到目前為止 累積的虧損已經1億8千萬了 再看你看情訊 情訊 情訊累積虧損已經0.45億了 而且在109年6月10號 就要清算完畢 這公司是倒了 結束營業了 然後我還有一個公司 繼續在虧損當中 已經累積1億8千萬了 市長那你怎麼說 點鑽的確是一直在虧本 所以我們要求他 我所有的投資都一直在虧 沒有 我們已經要求他人事費用降到最低 以前那個董事長一個月還領那麼多錢 所以我們點鑽已經把他的費用降到最低 再看一陣子 我也跟大家講過 不賺錢真的要關掉 好 你講得非常好 不賺錢快掉 關掉 問題是我賠的錢 我政府貼的錢 是人民納稅的錢 再一點 你剛剛講人事要處理對不對 你來看一下你的人事 來 尤其是由我們在董事長上任以後更誇張 人事費用從104年的2億9千多萬 到108年的3億多萬 然後呢增加了6千多萬 人事的人力呢 多增加了46名 到現在目前為止 109年 我們多增加了51位 你說人事精簡哪來的精簡 人事增加了多少 再來 市長你再把它看完 我要你好好看這個體系 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你看 光數位電子支付就是悠遊付 我光一個悠遊付增加了21個人力 市長 我反觀給你看一下 來 我們口罩 國家隊 唐鳳 七天內 超商的所有的購買 口罩的部分 我們只花了十幾個人力 七天內 把它搞定了 所有系統全部上線 而且完全沒有太多的失誤 非常精準 你呢 再回過頭來看你的電子支付 增加了21個能力 然後呢 電子支付 優遊付把我搞成這個樣子 搞到現在呢 已經一年了 前面還有一個測試期 測試期到現在目前為止 搞了那麼久的時間 然後你跟我增加能力 你剛剛講的精簡能力很好啊 問題他有精簡嗎 那精簡的是點賺 因為他可是不賺錢 所以我們當時說 不賺錢當然要精簡 可是已經多少年了 但是 但是我跟你講 市長 優遊卡公司 在你還沒上任之前 他體質非常好 他所做的事情 其實投資的部分 也都還可以 可是從你上任到現在 一直虧損虧損到現在 我跟你講 這個我可以回答 這個是政策是我決定的 優遊卡如果他不走電子支付 他還可以繼續獲利 但是那家公司最後會被消滅掉 因為他一定要走上電子支付 所以坦白講 現在我們在做電子支付 是在投資期 所以一定要變一個人 坦白講 用21個人去做一個電子支付 已經相當厲害了 你還能再虧多少 你的 所以原則上 我跟你講 你的虧損已經1億8了 還要繼續虧 所以原則上是這樣 優遊卡公司 那你要再虧幾年 沒有我跟你講 優遊卡公司只要 只要不獲利 就是說 市長 你有沒有經營過公司啊 如果我的投資事業 只虧損的話 我沒有辦法分紅 相對的 我整個公司的體制 都會因為我的虧損 而造成影響 你知道嗎 所以一開始就 一開始我就開宗明義講了 六大公司是政策工具 他不是 所以隨便你虧 要怎麼虧就怎麼虧 就用一個政策 就可以這樣子虧嗎 所以是這樣 如果要虧的話 市長 我覺得時間有限 我跟你講 我們看的是現實狀況 我們看的是結果論 過程 你說好是這樣 我也給你一年的時間了 董事長 你上任也一年了 你好不容易 從永豐銀行 去拔著一個 所謂的專業西雍 來我們這裡 我也期待他能有好的表現 可是這一年當中 我沒有看到任何好的表現 你光一個優遊富的負評 都沒有辦法搞定 這麼短的時間內 都沒有辦法搞定 你告訴我他是專業人士 在這邊我簡單的說 市長 我只給你一個時間 到今年年底 優遊富沒有辦法 好好的在滿足市場上的需求 我們的經營體系 包括我們的投資事業體 都沒有辦法 好好的恢復正常 我要求董事長下來 第一點 所謂的營運狀況 如果是獲利的話 我現在告訴你 這個我們在政策上已經下定 不準 不準再把獲利當作KPI 我簡單說 要時間表 所謂的KPI 現在現階段 優遊富的KPI 是到小額支付的總額 這才是我的目標 所以如果 你的總額本來母數 就比人家大了 現在你的母數 越來越少了 以前我們老實講 電子支付應該早一點做 這個都 現在講都沒有用 不過我們會把它追上去 所以這樣 優遊卡在今年 它的KPI 如果是要講KPI的話 它不是盈利盈餘 它是小額支付的總額上升 上升多少 比例要多少 這個估計多少 如果沒有的話要怎麼做 我們今年的那個票證 應該會做到650億以上 然後在優遊富的部分也是有 你現在多少 希望能夠做30億 你現在多少 大概630億 630億 你說你年底到650億 這是什麼的KPI值 我已經把一個電子支付龍頭 被你搞成這個樣子 難道你最後等你卸任的時候 悠遊卡這筆帳要算在你的頭上嗎 我跟你講 你要不要趕快救 我們會努力 坦白講徐蘇華議員 我跟你講 我實在是不想講 我當年是好心讓一卡通進來 結果你們怎麼可以 你不要跟我講這個扯一卡通跟你悠遊卡 有能力的人可以在同樣的競爭市場上 還是相對可以獲利 那個叫做厲害的人 那叫專業CEO 不然我們今天把一個 永鋒的專業CEO找來幹嘛 難道你否認他的專業CEO嗎 沒有 差一點我倒覺得放心 不要再扯別的事情 你告訴我你的KPI值 剛剛說的630 我跟你講 我也要求可以到680到700 我跟你講 票證的增加 這不是六尾卡的空間 我時間有限好不好 市長我沒有辦法跟你提那麼多 我現在把問題凸顯 你告訴我解決方案 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你告訴我 你要怎麼做 永鋒付第一年的目標 就是交易金額要30億 這個30億幾乎跟現在 一卡通的電子支付相當 那一卡通已經經營兩年了 好那我們會併最大的努力 在上限12個月追上 你們如果不去做 反正這筆帳就算在你柯市長頭上 把台北市的悠遊卡的龍頭位置 保座攻守讓給別人 然後同時呢 直接所有的虧損 包括整個公司的體制 就因為你這樣子被高垮 如果你要被 被逼上這樣的罪名的話 你就繼續做 但是我的認知 在議會的認知 我也會告訴所有的 包括跨黨辦議員 如果我們董事長 沒有辦法把這個營運的狀況 好好的有一個好的起色 包括我們之前要求 連勝文都是一樣 他沒有進行到一定的程度 有一個好的起色的話 我們要求他董事長下台 所以我同樣也在這邊要求 在年底沒有給我看到好的起色的話 我也要求我們董事長下台 換一個真的有辦法 有能力的經營管理這個公司的人 來坐這個位置 以上 沒問題 好那個 傅密跟董事長請回 謝謝 謝謝 那個社會局劉局長 那個劉局長 當時民政部門質詢的時候 跟你討論過了 平宅的問題 是 平台的問題 我們今天暫時不談了 我們談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 也是社會局的另外一種住宅 叫做老人公寓 是 平台的問題當初是 關於住宅的部分 台北市這邊有社宅 然後還推了包租貸管 這些政策 我們知道 他是建構了一個 大概40分位左右的安全網 不過在建構這個 新的安全網的同時 我們在拆更低的安全網 就是平台我們把它拆掉了 40分位的這個安全網 沒有被撈到的人 就掉下去了 下面就沒有網子了 這個 我都很清楚 那現在有一個東西 叫做老人公寓 我都搞不清楚 老人公寓這張網子是什麼網 是要撈什麼人啊 這個 劉局長 請問 台北市 用我們的市政資源 去搞了四個老人公寓 那這個目的是什麼 它的政策目的是什麼 我想 對於這個65歲以上老人 我想 政府的這個目的呢 就希望說 他有一個居住正義 希望他們有一個房子住 我們在台北市 大概65歲以上的人 他有90% 是自己有住宅 或是孩子有住宅 那剩下的7.6% 是那個 他可以自己有能力租房子住 但是還有2到3%的人 這些人是 他自己沒有能力 這就是我們 要來協助他的地方 是 劉局長 是 你剛剛講的那一堆啊 那個是浩然進養院 是 他做到那個功能 他是100% 浩然進養院 他就到的是 第一個是低收 第二個 當然是沒有自用住宅 第三個 沒有直系 沒有直系血清悲清楚 是 對不對 所以你剛剛講的那個東西是浩然進老院在做的 我們的老人公寓 所以 市政府用我們的私人資源 去搞老人公寓 一定是要有他的政治的目的 是 一定是要撈 網住某些人 是 但是我完全看不出來這個老人公寓 網住誰了 其中 我還想到 人家說 要跟著這個老人公寓 然後 我們來講話 目前老人公寓 裡面總共住了312個人 對 這裡面啊 低收跟中低收 加起來32個 對 大概10到 差不多10點多% 差不多 不過這32個人裡面有7個 是我們社會局專案安置 租金由我們社會局付 是 所以真正他自己 拿租金來付 住到我們的老人公寓裡面的低收跟中低收 只有25位 是 大概8% 那其他的人呢 其他的人 沒有任何資格限制 只要是他涉及台北市 只要是他 年滿65歲 就可以申請我們的老人公寓 對不對 那為什麼 但是中收 低收中低收是可以優先啊 兩個人在登記的時候 如果只有一個床位的話 是低收或中低收優先進駐嘛 為什麼低收跟中低收的人數那麼少 真正自己住進去的只有8%呢 我們的收費 最便宜 一萬三 最貴 兩萬二 以單人房來講 對不對 一萬三到兩萬二 如果你是低收中低收 如果你是低收中低收 由各個負責營運的團體的單位 自己去訂打折 折後數 折後數大概是八折到九折左右 大部分 所以最便宜最便宜到一萬一 貴的要到一萬九 一張 你認為一萬一到一萬九 這樣子的租金 真正的低收中低收 大部分住不齊吧 這個議員 其實你剛才講到 這也是我們內部已經討論很久了 我們目前的社會住宅是以40分位 當一個基準線 坦白講 我們沒有 目前的整個社會住宅 沒有在處理收入最低那10% 那我要講的是我們的老人公寓 事實上住的只有8%是弱勢者 其他都是一般戶 那我們政府拿資源去搞這個老人公寓是要幹嘛 一萬八一萬七左右的租金 對於真正弱勢者來講很難負擔 對於這個經濟富裕的人來講 他住一萬七一萬八一萬九左右 他住在這裡面來還有各種的服務 裡面還有社工啊等等的這些人員來協助 這些入住者 對他來講是非常非常便宜 因為他不只是住房子而已 而且還有人協助照顧 各方面的社會服務 非常便宜 所以 入住的 其實喔 裡面有一位台北市某一個 明星高中的退休校長 也住在我們的老人公寓裡面 裡面有很多 所以說他的殖女 其實職業 射精條件 都不太壞 都不差 但是他可能 不想要在家裡跟殖女 對他居住的太擁擠 或者是有這個 比如說婆媳啊等等這些問題 他選擇來這邊住 因為對他來講 一萬八一萬九 除了有房子可以住之外 而且還有各種的照顧服務 太便宜了 我們的市政資源 是為了要去服務這些人嗎 是為了要照顧這些人嗎 所以喔 這個市長 像我們這個 除了提供我們的房地之外 我們每年還邊預算 106年兩千多萬 107年三千多萬 108年四百多萬 因為有時候有比較大的修繕啊什麼的 金額就高 那如果只是例行性的修繕 金額就低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們還是要每年要再邊預算進去 然後拿我們的房 拿我們的地 我們是想要達成什麼社會目的啊 我看不出來耶 所以我完全同意啦 我跟妳講 我們現在等著居住正義 還在還在還在調整 我們一開始在做社會住 我們要求是 社會住宅是 那一段這樣喔 目前的老人公寓 已經住進去的人 我可能 不可以說 但是未來 這個老人公寓 要這樣子 去定位它的功能 它要發揮怎樣子的 社會政策的目的 請 社會局跟我們府裡面 多少時間 可以把這個東西理清 到底未來社會住宅 應該要扮演兩個角色 然後 定好它的這個功能之後 定好它的政策方向之後 如何把這個社會住宅 開始轉型 定出這個轉型的 實成 步驟 多久可以 我想這樣好了 那個李德權 你那個居住正義在負責 應該把這個題目拿去 老人 老人的公寓這一部分 我也覺得這個我們 我老實講那個議員 你講的都 我們都討論過 我覺得這個的確是要重新思考 我們目前整個 整個國家的這種 社會住宅的建設 沒有考慮到 受到最低的10% 譬如說突破局長一開始回答的 那個浩然靜陽院 他的定位就很清楚 浩然靜陽院非常清楚 所以我認為他定的太嚴苛了 不過他定的很清楚 就是那一群人 為了要幫助那一 那一階層的人 我們設立浩然靜陽院 這個沒有問題 可是老人公寓 我覺得不清不楚 瓦布的時間哪 你當定出一個計畫出來 一個月一年 一個月 好 李復命 李復命說的一個月 好OK好 好那就一個月 這個未來台北市島人公寓 該怎麼走 的定位定好 然後 要用怎樣的步驟 透過怎樣的時程 來完成這個變化 慢慢定出來 好時間請暫停 那個劉學長請回 好謝謝 我們請交通局陳局長 我們請交通局陳局長 陳局長你好 陳局長你好 陳局長 我在交通部門這時候 有提到過這個 U-Bike的權力金的問題 那時候我要求交通局 一個月內答覆 那我今天看到了交通局的答覆了 但是我覺得還是有問題 所以還在這邊問一下 那個 因為 幾天我跟你們要好語情 了解起來 看第一張 好 來那個請放那個 有關那個 U-Bike的那個 去年 去年 108全力金的時候 阿澤呢 我們剛才設計四月 好 好 U-Bike 總共有三個約 大家知道嗎 U-Bike總共簽了三四約 第一個約 是從一百 一百年到一百零七年 然後第二個約 其實是第一個約的 擴充的契約 他是從一百零四年到一百零七年 這兩個約都結束之後 現在有一個第三個約 前面兩個 前面兩個都是建制即營運 第三個約是只有營運 好 這三個約 市府都有花錢下去 第一個約總共花了三億多 第二個約花了將近幾億 然後將近三億 然後第三個約 如果是三年的話 是要花七千多萬 對吧 那個程序上 對七千六百多 七千六百多 好 然後我們都有權利金的規定 第一個約是規定 營收到達七千萬的時候 就要收15%的權利金 對吧 然後另外一個條件是周轉率 還要達到二點五次以上 對周轉率還要更高 那第二個約是 不管營收多少 都收15%的這個權利金 對吧 對 可是如果說都是虧損的話 那如果虧損的話 都不收 都一樣的 我們就不提了 當然是如此 那第三個約 變成營收要超過三億六千萬 然後就超過的部分 收權利金 對吧 對 你說如果 他如果做到三億七千萬的話 我們就那個一千萬 收十八八 就是一百八十萬的權利金 對不對 對 好 好 這個一千萬 這樣你了解了 然後 三億六 以上 才收權利金 是 就超過的部分收權利金 對 一百零八年 他的營業額是多少 三億 三億五千多萬 三億五千兩百多萬 大概三億將近三億五千三 是 所以 因為他沒有到三億六 所以不用繳權利金 是 你知道 他的 盈餘 一百零八年的 稅後的盡利 是多少 八千 八千 十百五十萬 是 他做了 三億五千多萬的營收 淨賺 八千 四百多萬 然後 一毛錢的 權利金 都不用繳 因為他沒有到三億六 那個 市長 你覺得這個 這個權利金 整個得到你 不過議員是這樣 因為我們現在 這個約 坦白講是個過渡約 因為現在要跳 U-bike 2.0 你知道 我覺得重點是 U-bike新的2.0 要怎麼定才是重點 因為當時這個約 坦白講 那個有一點 因為當時要 要從1.0跳2.0 所以這個約只是說 先這樣 坦白講 現在重點是 當1.0換2.0以後 這個建制的費用 還有這個 2.0的建制費用 這個第三個約 需要負責的嗎 不是 他也藏在這裡面 沒有 2.0的建制 我們沒有給他錢 目前沒有 不在這個約的範圍內 這個約的裡面 你有說要求 廠商去 建制完成 2.0 到時候要開始 正式推2.0的時候 我們要另外再盯著約 我跟你講 後面還有擴充的 議員 其實我跟你講 這一兩年 這兩年有一個很大的事情 要做 我們要從U-bike1.0跳2.0 你知道 那個建制的速度還是什麼 那個 達人家來講 我們已經開過很多次會 很多問題 市長 你說的這裡 到現在要說的問題 不太相關 不是 這個約盤來講 這個約是這樣 這個約 應該如果換2.0 這個約應該還要再重訂 還是三年 會重新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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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一下 沒有機會 給局長回答 局長認為 為什麼會訂3億6千萬 以上的部分 才會收全力金 跟遠報 我們當時在設計的時候 我們其實推估 108年之後 它的每年的營收 應該會超過3億7千萬以上 OK好 對 所以我們當時就把這個門檻降下來 它如果超過3億7千萬的話 就是 就是譬如3億7千萬的話 就是那一千萬扣 收180萬的全力金 是 來 我們看一下下一張表 來 下一張表 好 這個表 這個表是 我們交集局 答覆我的 為什麼是採這個制度 是 那 總共大概三四月吧 其實 重點就在這張表 你們跟 認為 分成兩種 第一個就是 最右邊那個就是 你們目前採取的 這個 方式 全力金的收取方式 對不對 左邊 那個寫 左邊那個就是說 用固定的 比例 來收全力金 是 不管它的銀額多少 我就是要收 全力金 對不對 是 然後你們的理由就是說 現在 我們以前三年來講 好了 前三年 以你們現在的方式的話 政府的淨支出 是 六千九百八十六萬 對不對 右邊那個是 六千九百八十六萬 就是現在的方案 契約的方案 用現在的方案的話 三年後我們的淨支 淨支出是 六千九百八十六萬 是 那如果用固定 比例 的話 我們的淨支出是 九千四百三十四萬 對不對 對 對嗎 對 所以因此 因此 採取目前的方式 是比較有利的 是政府的淨支出 減少了 對吧 對 當時是這樣的評估 用 右邊這個方案 之所以 你們講的好幾 三四億人 其實就是這個表 就是這個表 用現行的方式 可以讓市政府的淨支出減少 對 這當時我們採取方案的原則 就是市府的支出 越低的 這裡面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 你這個權利金的計算 是用八點六趴來算 左邊那一欄 你們是用八點六趴來算 造成淨支出啊 要比這個三億六的門檻 你這個淨支出還要高出兩千多萬 對吧 八點六趴嗎 是 為什麼用八點六趴呢 我不懂 其實齁 如果我們跟前面兩個約一樣 用十五趴來算的話 那我們的權利金收入是一億五千萬 一億五千萬權利收入 那我們的淨支出會是三千三百多萬 就比最右邊的這個六千 九百多萬 還要再省三千萬 我跟你說吧 我解釋一下 其實如果說假設今天八點六變得十五趴的話 你跟他收的越多的權利金 其實那個權利金將來都是回到他未來的這個成本裡面 所以相對的政府支出又會更增加 所以當時是用好幾種比例來去算 那結果發現還是要用右邊的這種方式 沒有 我們政府的支出是變成的 你的契約價金支出 契約價金支出 其實就估計在那邊 按照左邊的話 就是如果是七年的話就是四億多 就是說你根據你的契約 你要求他在這個時間之內 要貸款的那些超過年限的設備 總共就是四億多 如果是三年的話就是這個 三年的話應該就是 三年的話是一億九 三年的話是一億九 七年的話是四億多 這個跟你權利金多少 沒有關係 一樣他的那個支出會是一樣的 不一樣真的不一樣 15%是不是太高 如果15%的話會不會太高 15%的話雖然表面上看起來 我權利金看比較多 可是我政府支出的價金會更高 不會 你政府的價金支出 就是就是以你要求他做什麼事情 做那些太患超過年限設備的那些事情去算的 如果是三年的契約的話是一億九 如果是七年的契約的話是四億七 這個都是固定的 你要付的契約價金就是這樣子 跟你那個幾%沒有關係 我們來看15%會不會太貴 他今年就好不是今年 一百零八年 營業額營收啦是三億五千萬 他的利潤最後淨率是八千四百萬 那如果我們把三億五千萬去收 15%的權利金的話 是五千兩百萬 意思是說他還可以淨賺三千兩百萬 上次部門質詢你質詢完之後 那是讓我有去了解整個的財報 那我發現到原因就是 我們當時估計的成本呢 裡面有一項就是所謂的人事成本 這個差距比較多 就是他的實際的人事成本 跟我們當時預估的 大概將近差到快四千萬左右 那為什麼會發生這個原因呢 當時我們在估啊 就因為它裡面有一個調度人力 調度車輛的人有兩百多人 大概兩百一十人 那我們當時用大概一半的這個 正職人員去算 一半是part time的 那個 結果他現在 因為找不到正職人員 所以大部分都是用part time的這個 所以整個薪資結構就不太一樣 所以他就賺更多了 他就賺更多了 而且 你看他前面幾年 101到107年 你看他106跟107好了 這兩年 他的第一個約 因為這兩年是第一個約跟第二個 第二個約都並存嘛 對不對 106跟107年 他們的盈利 兩個約合計的話 一個是四億大概八百萬 四千大概八百萬 一個是 一個是大概一億 沒有 106年大概是四千多萬 107年大概是盈餘是一億 這是之前的不是108年的喔 也就是說在你講的那個問題之前 他就是有這樣子多的盈餘了 所以喔 雖然你們搞了這份說明來啦 但是我還是覺得有問題啦 而且你們未來如果訂了三 U-Bike 2.0的時候 他就開始 他如果得到U-Bike 2.0的約 就開始去做建置U-Bike 2.0的工作 然後U-Bike 1.0就開始淘汰 既然淘汰的話 就沒有更新的事情了 他就不用再去更換那些 舊的U-Bike 1.0的設備了 所以他的營運成本 不會是那麼高啊 不可以說明年喔 像明年我們現在 從今年下半也第一次到明年 我們這一年半的時間呢 我們會去增加這個2.0的這些 相關的車輛跟設備 所以其實明年是比較辛苦就是說 這個我們會同時經營兩種的這個 這個系統 那個數量都是遠超過現在的數量 2.0你們慢慢去做 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講的是這個1.0的第三個約 的權利金問題 請那個市長跟我們局長 好好研究一下 未來他這個權利金 重新預約的時候 要怎麼樣比較合理 是我們會再檢討 這個會再檢討 市長 現在是這樣啦 我們本來那個1.0換2.0 要拖4年 我是反對的 所以他們講一定 因為這會造成大亂 所以我們要在最短的時間內 讓2.0上限 所以坦白講 比較正確的做法應該是 2.0上限要整個約重議 然後在議會的進度下重議 現在講這個坦白講都很亂 因為那個2.0 大概setup的成本要多少 現在是一個大問號 沒有錯 2.0當然一定要重新簽個約 因為現在這個約 根本不包括2.0 那當然是要另外簽約 另外招標了 所以這個約要變更契約 要變更契約 要變更契約 要變更契約的時候 拜託權利金重新賺好 會 會再算 淨賺8000多萬不用繳一毛錢的權利金 這個絕對不合理 是 來 文化局長 那powerpoint的先幫我 市長 市長 中山橋的事情 中山橋修復的事情 我問過你好幾次了 那 因為之前 去年是因為文化局 還在做一個 這個研究方案 然後去年你跟我說 你會想辦法 讓他有個ending 那我現在想要知道你的ending 時間到了沒有 你們有三個方案 第一個是在放在這個 我們這個大家 和平公園那邊的行水區 第二個方案 是放在我們新生公園 只是放在陸地上 放在公園上面 第三個方案 是放在債村游泳池 這三個方案 不是水利局反對 就是公園處反對 不然就是當地的里長反對 和我本人反對 那請問 因為我看到報紙上面說 你在市政會議裡面講 你在市政會議裡面講 你要把它變成杯零 就435塊 那個10塊 你要把它變成杯零 放在那邊 我不知道這是真的 但是我確實聽過 你過去曾經講過 你想要半夜把它 把它偷偷丟到河裡面 我覺得 這個當然就開玩笑 但是我個人的立場是這樣 19年前馬英九在做這個決策的時候 就是一個 錯誤 就是一個欺瞞天下的一個手法 明明做不到 然後把它列為文化資產 然後說我要在別的地方去 這個富裕 那現在19年來就放在這邊 現在你們研究方案 三個方案也做好了 請問你到底什麼時候 可以給我一個答案 這個是局長先回答 我跟你講我跟局長的意見不一樣 所以 不一樣 局長想要做是吧 想要在我們新生公園 那邊弄一個路橋把它蓋起來 對不對 對目前看起來是比較經濟 而且可以符合文字界的想法 那告訴你 我告訴你這個公園處反對 我也反對 當地立場也反對 你這絕對過不了 那 市長 其實這個事情也不是局長說了算 請你給我一個明確的回答 不然你今天沒辦法回答 你什麼時候可以明白的公開宣誓 因為這個事情 它其實根本來講 因為它是變成是文資審查的結論 你不能說當年把它列為什麼歷史建築 所以它富裕 唯一的解法就是你們政策宣示很明確 然後回到文資把它解編 就這麼簡單 你們什麼時候要做這件事情 這個是這樣 我有我的想法 但是我也尊重局長的想法 這個我以前都說我反對 可是他們還是繼續在努力的在規劃 是 所以 所以就 會照文資會的決議的方向 由工程單位 尋它的condition offer 去提方案 跟編預算 然後呢 你編預算 你什麼時候編預算 是由工程單位 你什麼時候編預算 這個這個東西是在水利局喔 是 水利處喔 是 水利處如果不編預算 然後就拖著 拖著等到兩年之後 柯文哲下台 我可能也不選了 然後這個繼續 繼續來 水利處 水利處 這個是你們的 你們的列管嘛 對不對 所以以後要編預算 要賦預 是你們的 是你們的事嗎 後續做的是我們的事 沒有錯 那你們今年會編預算嗎 不會 明年呢 這個方案還有一些 要在民眾參與 沒有很確定 而且有爭議 可能都要再繼續進行 市長 我跟你很多政見不一樣 但在這個事情上面 我跟你是完全一樣 當然我不會把他說 我偷偷丟到河裡面 我是說你們就是正本清援 去讓文知會做出一個決議 告訴他們說 這個事情不可能 十九年前就是騙局一場 現在就算了 解編 這個的確三個地方 目前中央修法的程序要解編的話 要進中央統一 解編要進中央統一 那你台北市政府不送 你怎麼知道中央同不同意呢 你台北市政府從來沒有送嗎 不是這樣 這個案子坦白講 因為他們有受到很多這種 文化愛好人士的堅持 所以 坦白講 要蓋在新生公園 我也覺得不切實際 可是他們又提三個方案 我說三個都不切實際 所以 所以我是 不知道文化局 他還是有 他的職務 他必須要堅持 我是 我是比較務實 我覺得這不可能 我比較務實 你給我一個時間 給我一個答案 我常常是這樣 我再給你半年 好不好 到今年年底 好不好 可不可以 他現在已經在做結案報告書 然後我們把結案報告書 以水利局 以condition offer的情況下去溝通 跟中央溝通 水利處會溝通嗎 我看水利處根本就不想做吧 你看他連看都不想看你 沒有 他根本就不想要編譽算 坦白講 我也覺得那個組不起來 那個組他們都跟我說 什麼要可以弄到看不出來 我說 我說 我說很困難 很困難 我們只有這件事情 我們兩個一件一致 還有別件 好啦 我可以你到今年年底 12月31號 你給我一個明確的答案 好不好 這個事情我追了好幾年了 不然我下次總質詢的時候 你給我一個答案 yes or no 他只是檢案報告 他就說他研究中 他檢案報告 那你的意思是說還要繼續研究下去 當然也是一個解決的辦法 混下去就對了 混到下任市長OK 你這個要去中央解編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你前進也沒辦法 後退也沒辦法 乾脆就停在那裡 就好 那你下一次你就跟我講說混下去 你這也是一個答案 好不好 留給下一任市長決定 我下一次總質詢問你的時候 你就可以跟我說yes或no 或者是留給下一任市長決定 你這三個選項 你選一個 我們回去再討論一遍 我們回去再討論一遍 等那個檢案報告真的做出來 我們再討論一遍 我也認為那個很困難裝起來 他們一直說服我說要做 我一直沒有說服我 好 下次總質詢 麻煩你給我一個明確的答案 三者選一 yes no 留待下任市長決定 好不好 我是覺得你蠻有尬詞的 怎麼在這件事情上面 扭扭捏捏 你就直接講就好 他是很堅持要蓋 他很堅持要蓋 我很堅持不蓋 所以還沒搞定 那誰是市長 但是我們還是要尊重這個大家的意見 我們還是希望尊重法定委員會的決定 尊定什麼 法定委員會的決定 法定委員會的決定 這個事情不要再拖了 我下次總質詢我還會再問 好 好 下一個 市長 我們台北市見過必修長這個事情 這個我直接講答案 好 台北市政府不需要多一棟什麼商業大樓 所以只要中央跟 就是說建國台皮公司跟 中央跟台北科技大學 台北市政府可以放棄任何他的權利 我們只要他們講好就好 下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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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現在直接講 這個案子 因為內政部 那個都委會通過了 都市設計審議都通過了 後來台北科技大學 要來要這一塊地 他要要一半 是 那我特地問了說 到底台北科技大學 有沒有向你們台北市政府 正式出公文 說我要 要一半 或者是他有沒有正式向 教育部 或教育部有沒有行文給你們台北市 說有這麼回事 叫你們正式去開會 有沒有 沒有 是沒有 沒有 他有透過中央 透過中央是誰 有開會 透過中央是誰 中央委員 老實講 這個事情 我一直在鬼打牆 這個是已經通過的案子 都市計畫 已經通過的 他的置辦變更也通過了 我們台北市政府通過了 內政部也通過了 現在有一個台北科技大學 跳出來說 我要一半 那也沒有公文來 中央各部會 主管單位也沒有公文來 也沒有說叫台北市政府來開會 然後好像用私下在喬的方式 然後到現在一直就停在這邊 那我請問 我請問我現在不是在幫台北講話 但我請問如果今天不是台北 今天是一般公司 或是今天一般個人 我們可以這樣的行政程序嗎 我現在只問程序的問題 我到現在為止我沒有看到一張公文 說台北科技大學 他們要這一塊一半的地 然後他們要拿來幹什麼 沒有 我們應該要求台北科技大學 出正式公文 請行政院出來協調 沒有錯 而且台北科技大學的主管單位是教育部 所以應該是先教育部要拜台北科技大學 來跟你們台北市政府做協調吧 他跟我們談過了 我已經表明我的態度 我說台北不需要多一棟商業大樓 所以只要你們講好就好 而且 沒有錯 對我來講也是一樣 如果你們協調好 OK 我們有一件相同的 你們如果要把這個台北回饋的40% 你全部給台北 波用給台北科技大學 我也無所謂 但是目前到此為止 到此為止這件事情是鬼打牆 因為沒有一個部會 或是沒有一個單位 我沒有看到一張公文 然後就整個案子就停在那邊 好那這樣好了 我們請台北科技大學請教育部 然後正式請行政院指派政府委員 開協調會 對 如果這個事情不成 你就趕快就 就讓這個表明態度 好 不行就不行 好 是 那會行你就快一點 那快一點 你這個案子 照原定計畫走 你們和那個台皮 你們分40 他們分60 你們的事實 你們要撥用給台北科技大學 老實講對我來講 我也樂觀其成 我無所謂 但是是你我們台北市要撥用 台皮他作為一個公司 他是沒有立場去撥用給台北科技大學的 台北科技大學只能出錢跟他買 然後這一塊地皮大概要300億 大概要300億 好 好 好 那我們就請台北科技大學出具公文正式協調 對 好 那就下去馬上辦 然後最後陳志明 陳明秘書長 剛剛檢蘇培議員在問說那個訪寮鄉的事情 是 也就是說 柯文哲你24號4月26號去了訪寮鄉 然後後來4月30號5月6號5月20號 都是由你在台北市政府召開 對 會議說 英譯訪寮鄉 鄉長的各種需求 你連續開了三次會議 是 叫各局處的人來 然後看看你們要怎麼幫忙訪寮鄉 你們叫了產發局市場處 漁場公司文化局文機會教育局市立圖書館 交通局供應處 交管處觀傳局北捷 這麼多單位12個單位 開了三次會 要幫助訪寮鄉鄉鄉長的施政 這個 太奇怪了吧 會不會太奇怪 這個議員這我可以解釋 這個如果今天台東太馬里 太馬里鄉鄉長 還是花蓮玉里鄉鄉長 他來我們台北市要申請 說你們台北市來幫我們 你陳志明會 連開三次會議 去幫他嗎 這我跟議員說明一下 他是你弟弟喔 不是 我跟你講 這是這樣 其實這樣 台北作為台灣的首都 我們怎麼去支援偏江 我們在想這個就是說 我們那個 事實上我們要給他錢 不可能 但是我們有剩下輸 要給他沒問題 或是說我們 我們給他SOP 給他庫克雲 所以我們在想說 我們應該盤點 我們只是用這個例子 當一個test 就是說 如果叫我們幫忙 我們到底台北市 可以盤點出哪些東西 然後也不要花錢 可以幫忙人家 那如果我們台北市這麼好類 我覺得我們應該開一個說 各鄉鎮幫忙中心 由陳志明做中心主任 然後全台灣三百多個鄉鎮 都可以來台北市找陳志明 然後每一個鄉鎮 他要要求的東西 都可以叫陳志明 召集我們各部會 都來協調 可以嗎 這個鄉鎮鄉鄉長 到底跟你們什麼關係 沒有沒有沒有 第一個他是個年輕人 他也是無黨籍 我說是這樣 這是我們一個想法 就是我們正在做這個整理 就是說我們台北有哪些是 可以給人家 所以我們要拿幾個case來做test 我們將來會公佈一個表 就是說我們有哪些可以供應的 然後怎麼去support他們 我們會拿幾個箱再來test 把它做起來 這個也不用花錢 自民你以後就做各鄉鎮協助中心 能幫忙的 我們幫忙 真的我台北市要沒辦法幫忙的 我也沒有辦法 講白了一下 所以我們把它盤點出來的話 這些我能做的我就幫忙 很多人都在說這個 你們是要找這個訪寮鄉鄉長陳雅玲 以後出代表民眾黨出來選舉 所以你們才對他這麼好 那我們以後就慢慢看 但是我從我市議員的角度來講 我覺得是一個我們市政府的副秘書長 為了訪寮鄉連續三次叫各局處的人來開會 我覺得是真的很不尋常 其實後面兩次那個是列館的會議而已 真正開會是四月三十那一次 後面是知道說追蹤他的一個辦理進度 那辦理進度你做好的 或說沒辦法再往下做下去的話 基本上就決處列館了 我也不會再找他 不會再找他 所以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我以後有什麼事情拜託你 你也對我這麼好好不好 我覺得台北市作為一個首都 他的優勢就是他的通路跟他的能見度 所以能夠幫助偏鄉的 我覺得我們盡點力 這點並沒有什麼疑慮 我還是我不會用我的錢去幫忙他 因為這是台北市的預算 但是我的所謂的通路 我的能見度能夠幫忙的 我們盡量幫忙 好 希望沒有特別的政治考慮 希望一律擴及到我們全台灣三百六十幾個鄉鎮 我覺得有需要的都可以來找 志明做主任 好 這個訪寮鄉的部分 柯文哲柯市長你上任 除了訪寮鄉還有幫過其他鄉鎮士嗎 沒有我們這只是我們第一次去看 有一個idea 我覺得這個idea不錯 是嗎 那這個是你在成立政黨之後開始的嗎 對不對 沒關係 我要接下來跟你講 就是說你剛剛講說 只要不要動到我們的預算 你都可以去協助 我要給你看你的U-Bike 其中裡面剛剛秀出來的那個部分 我們要協助訪寮鄉的部分 其中有一個部分 就是把我們淘汰的U-Bike 1.0 能不能送給訪寮 對不對 我來說明一下 其實我有把那個劉立豬找來問 那個U-Bike淘下來那個1.0的車子 要賣 賣不了什麼錢 所以你在想說 那如果賣不了錢 那是不是我們 因為到時候會被當廢鐵拍賣 說什麼開玩笑 這個到時候1.0用廢鐵拍賣 所以到時候也許 但是我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 那個傑安特他有沒有思考說 在台灣其他地方 那種1.0的經驗照抄的時候 就不用像台北那麼貴 就我們1.0的剩下車給他先用 所以我們把我們淘汰的1.0車子送給訪寮 讓巨大可以去訪寮繼續賺錢 是這樣嗎 不是這樣子 按照那個市有財產報費的處理原則 他有一定的程序要走 是 捐贈的或報費或變賣那個都有 所以他的程序要走 而且我們也要求這個U-Bike 你去那邊的話 第一個因為為了避免混淆市場 他必須去識別化 並不代表他可以在那邊做營運 他已經去到那個地方了 他需要 他有那些車子 他要繼續營運 還需要你 所以他必須提到計畫 不是我來幫他提計畫 好 沒關係 我覺得這件事情非常荒謬 因為對我來講 我們把我們淘汰的1.0的車子 送到訪寮去 讓巨大繼續在那邊撞進 台北市的公車也曾經淘汰到中南部去 好 沒關係 沒關係 我們來看看 1.0以後要賣沒什麼錢 對 他就是廢鐵的錢 以其當廢鐵 不如讓他可以更有效的使用 我覺得不要浪費 好 但我覺得這件事情要合理 而不是說你訪寮跟我比較好 我就送給你 對不對 我的U-bike淘汰的車子 不應該成為市長綁裝的工具吧 對不對 你這一件事情 你有請交通局去嗎 你也沒有啊 你市長自己去那邊答應人家之後 回來就叫副秘書長來研議 我也有去 所以我現場很去 你4月26號有去 我有去 我說有現場記錄 那些都是我記錄下來 你4月26號有去 那為什麼之前都說沒有 我哪有講沒有 我從來沒有講過我沒有去啊 我那些記錄都是我記下來回來開 所以 所以 你現在都跟著民眾黨黨主席的行程 那一天除了你之外 沒有其他的公務人去吧 告訴議員 禮拜六我沒有去 禮拜六是黨的行程 我問你4月16號那一天 除了你之外 有誰去 沒有啦 這個計畫 然後 我希望陳志明 你現在講的話 你要負責 我到時候會去找照片 如果你有 有啦 好沒關係 好 我現在來討論U-Bike 1.0 淘汰車輛到底合不合理 剛剛 周遊議員有講到 U-Bike 這個 重新簽約 簽的這個 2018年12月30號 簽的這個新約之後 的一些問題 再下一頁 我們總共花了 從2011年到現在 我們花了6億多 再建置我們400站的U-Bike站 總共一萬兩千多台的U-Bike 對不對 來下一站 下一頁 我們100年12月30號之後 再下一頁 但我們的權利金的部分 剛剛周遊議員有講 我們12月的 2018年的這個約 要變成他要3億6千萬之後 我們才會收他18%的營運均 做權利金 沒有錯嘛 對不對 但我們還是花了7千6百多萬 我們的400多站 400多站全部都建置好了 我們還花7千多萬給他 對不對 委託營運管理 對不對 我們還要付他7千多萬 就是說如果他沒有 每年沒有3億6的話 我們收不到錢 我們還在這幾年 要花7千多萬給他 我們來看看 這東西到底合不合理 下一頁 剛剛局長講的是說 因為這400多站 他要營運 所以他還是有一些成本 所以我們必須花7千多萬給他 對不對 包含車子的維修 這些贊助的一些老舊 泰漢 對 但我們在2018年的這個合約裡面 我們居然跟他講說 你三年內 可以泰漢4千多台的自行車 螢幕197個 主機197個 停車柱的控制器 3967個 停車柱提損3967個 原本這一些 他要繼續營運 他要有維修的錢 所以我們編了7千多萬給他 結果我們現在另外在我們的 營運企劃書裡面 居然跟他講說 你可以泰漢4千多台車 把那種要維修的那些車子 全部給他泰漢掉 這是什麼道理 跟遠棒我們的車輛 還有那個駐位等等的設備 是有他的使用年限 我們腳踏車的使用年限 我們是建議五年 那現場的一些駐位設備 我們是建議七年 好 這個使用年限什麼時候訂的 是你們在2018年12月27號 重新簽約的時候訂的 對不對 新約的時候訂的 本來他如果繼續營運這四百多站 這都是他的成本 但你現在告訴他 我可以直接換掉 可以直接換掉 這個是這樣 年限到當然是要 議員這個可以回答 這很多政策是我們內部決定 第一點這樣 1.0要換2.0 如果中間要拖四年 會變成disaster 會變打災難 所以我剛才講說 我們要在最短的時間內 從1.0跳成2.0 所以坦白講 剛才周圍又在問那些約 我跟你講 這個約應該比較正確的做法 是跳到2.0 要系統穩定 2.0以後的約應該要充一 現在這個是過渡期的約 市長 你現在問我是這樣 一開始 你拆換這四千多台 你允許巨大拆換這四千多台 就是我們幫他吸收這些成本 原本這四千多台的維護 是他要付錢的 但我們現在允許他直接換新車 就是用我們七千多萬 下一頁 如果真的所謂的五年的自行車 就應該拆換 我給你看 你2013年到2016年 就是所謂這個合約到期的 2021年 總共要拆換八千六百二十一台 我跟議員講 但是你的合約只有四千五百台 在下一頁 今年 今年我們拆換的 依照你們的規定 是要拆換 2019年交通局拆換了一千兩百零一台 結果實際上 昨天交通局跟我講 報銷的只有九百台 你告訴我這中間的差距 是誰選擇的 誰選擇這個車輛要拆換 如果可以用的車子騎五年 為什麼我們把它拆換 我可以回答 這個是一個政策並論 如果按照原來的計畫 就等它壞掉 我們有一個時期在台北市 我們的U-Bike 1.0 2.0 還有所有每個站有 有站有1.0的柱跟2.0的柱 也有1.0跟2.0的車子 然後 我跟你講一定大亂 坦白講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政治決定 我跟你講 後來我們一直在 我也承認 當時我們在訂這個月的時候 根本沒有想到說 這個要換 那個換的技術是怎樣 這個現在在內部已經討論過很多遍 那個全世界 要從北投開始換 那個整個那個 坦白講 這是很複雜的數學 所以我要跟議員講 我們當時在訂這個月的時候 頭腦不清楚 沒有想那麼清楚 市長 你剛剛講的是1.0變換成2.0 我們當時換月的時候頭腦不清楚 沒有那麼清楚 我告訴你 我問你一件事 2019年 交通局汰換的這1201台 你知道他重新購置的是1.0還2.0嗎 因為2.0 1.0 2.0還沒上 他重新買的 全部是1.0的車子 他重新買1.0的車子 你告訴我說1.0換成2.0 會全世界要帶亂 所以要慢慢的把它變成2.0 但你太換了這些車輛 全部還是買1.0 沒有所以我跟妳講 這當時在簽這個月的時候 計畫不清楚 坦白講 那為什麼我們還要繼續 所以我倒覺得這個月應該這樣 我們給議會監督 所以這個1.0要換 一定要讓2.0上路 沒錯 我跟妳講 我覺得是這樣 1.0要換2.0 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內把它完成 不然會造成大災難 這個我非常清楚 我也不要擺爛 所以在過程當中的費用 我們也可以拿到議會來請大家看 但是我覺得 但是我跟妳講 有個比較麻煩在哪裡 坦白講 這1.0要換2.0 到這種系統轉換過程中 會發生什麼事 你現在問我 我也沒有那麼有把握 市長 所以如果預約 我跟你講 不把他講完 如果預約是這樣 系統上限以後 我們也會要求結案 這個系統上限以後 當時應該要重新預約 但是在過渡期 坦白講 這的確 你現在問我 我也沒有很有把握 市長這個合約如果是有問題的 為什麼我們現在決定要2.0上路 而不是我們另外起一個約 要求有任何廠商可以來 你幫我想一個新的計畫 讓你的計畫 讓你新的拓點的計畫 可以跟我的1.0結合 我們現在為什麼全部受限於巨大 巨大跟我們講 新的合約裡面告訴我們 他們的研究計畫 2.0跟1.0就是想盡辦法都不能融合 就沒有辦法 我們就束捨無策 就告訴他說 對 我們現在要把1.0全部換掉 變2.0 坦白講 那個1.0、2.0 系統的融合 這個也是一個 我想是這樣 科學在進步 當年在設1.0的時候 沒有想到說 將來有 有系統轉換的問題 所以那個有系統不相容的問題 所以將來是這樣 將來我想是這樣 有時候時代在進步 你在問說 你當時怎麼沒有想到 我現在就告訴你 真的當時沒有想到 但你這一次的合約也沒想到 所以這次合約 那你這一次的合約居然 你要依照這一次的合約 直接希望未來要廢掉1.0 轉化成2.0 如果這一次的合約是有問題的 你為什麼不是 我剛才不是講過了嗎 因為在過渡期 如果我是一個不負責任的事 我用5年的時間慢慢轉換 我跟你講一定大亂 所以這個 這個我們當時說 我們要做一個政治決定 市長 這一件事情 你剛剛講的所有的東西 我相信議會都非常關心 因為這關心了一大筆錢 但你剛剛講的這所有的東西 我相信議會的議員 全部都不夠了解 所以我希望 你是不是能夠在一個禮拜內 請交通局 把你這所有的研議的計畫 全部送交議會 包含你現在 準備派換的4000多輛的車輛 未來要何去何從 還有包含你1.0換到2.0之後 我們到底要花的更多的成本是什麼 可以嗎 我想這樣好了 計畫是這樣 我覺得我們會這樣 我們計畫全部出來給議會看過 OK 我們才動手 我也不會說先下手回想 但是坦白講 這的確是一個很困難的題目 我想這樣 你說一個禮拜我不敢講 但是我可以答應 你2.0有8月要上路嗎 沒有 我跟你講 我們計畫寫這次真的想好了 給議會看過 同意的我們才開始動 好 我希望 好 執行時間到 我們休息 換組